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雨》的说故事新 一次意外住院 让我查出我已怀孕四个多月 我要打电话告诉裴寒 我的手机 妈妈给我削苹果皮的手一致 求助地看向小光 小光在我脸上搜寻片刻 慢吞吞地从包里拿出我的手机递给我 我接过手机 兴冲冲地拨过去 却提示手机关机 他平时二十四小时开机 天天在 我想和他分享惊喜的时候关机 大概他在开会吧 小光看我神色洋洋 猜测到 我给裴寒留了言 晚上十点 裴寒给我回了消息 老婆今天和甲方开了一天的会 很累 我一正 裴寒这么郑重其事的称呼 我还真有点不适应 他平时总喜欢叫我小红帽 臭宝啥的 那只大灰狼还有没有经历听我的好消息呢 说吧 真无趣 就蹦出两个字 我发了个撇嘴的表情 发起了视频通话 却被他按掉了 小张睡了 别把他吵醒了 小张是他的助手 和他住一起 不能和他视频 让我的情绪有些低落 我打字 我怀孕了 你要当爸爸了 没收到裴寒的回话 微信显示正在输入中 怎么 你不高兴吗 半天 裴寒才发过来一条消息 我当然高兴 但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当然 我毫不犹豫 你不是也一直想要个虎宝宝吗 现在是九月份 孩子已经四个月了 明年正好是虎年刚好 那就早点休息吧 有健康的妈妈 才会有健康的宝宝 裴寒打断了我一顿 有点失落 好吧 你也早点睡 我恋恋不舍地结束了聊天 总感觉 今天裴寒怪怪的 平时他就是个话牢 我以为他听到我怀孕的消息会欣喜若狂 和我聊很久 可今天他有些反常 是工作太累了 还是没准备好当父亲 有可能 毕竟我们一直没谈过要孩子的事 大概他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吧 我有点怅然若失 等他有时间了 我一定要和他好好地谈谈 几天后 医生判定我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后 我出院了 医院人多眼杂 我想偷偷和裴寒聊点私房话都不方便 回到家 我养的山茶花开了 浓艳的大红色 新型的花瓣 叠叠层层开得芬芳富裕 妈妈直夸花开得好看 眼底却隐隐地有私担忧 这山茶是我和裴寒游玩时从一所农庄的花房里买的 自从结婚后 我和裴寒都痴迷上自驾游 只要一有时间 我俩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那所花房的主人是个老花农 我俩经常去听他聊养花的经验 不过近来 我和裴寒好像有段时间没去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有些想不起来了 听说山茶花相对孕妇不好 我把她搬走 我一直盯着山茶花看 妈妈忽然说有这种说法呢 我狐疑妈妈是不是甄嬛传看多了 你现在是特殊时期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妈妈不由分说地把花搬了出去 自从知道我怀孕后 她就一直显得不安 明明我身体一切正常 她却一定要来照顾我 也不知在担心什么 我躲进卧室给裴寒发消息 报告大灰狼小红帽已经出院 到家没回我 我又发了一条申请 时空穿越 时空穿越 是我和裴寒婚前看的一部电影 电影中的男主角是个时空穿越者 偶然与女主角相遇 惊鸿一瞥 两人陷入 但男主需要穿梭于不同的时空完成任务 女主经常独自一人 后来女主难产 最危急的关头 男主却不在身边 等男主终于克服千难万险地穿越回来 女主已经永远地离开了 只留下了一个女儿 电影最后的镜头是男主抱着女儿消失在黑夜里 看完电影我哭得稀里哗啦 裴行撇嘴揉揉我的头 含我小哭包 有什么好哭的 女主死了 他们永远分开了 真是笨蛋 男主最后是抱着女儿穿越了 他只要抱着女儿往前穿越 又可以和女主在另一个时空相遇了 是这个意思吗 我犹豫了一下 男主最后不是抱着女儿 而是带着女儿去找妈妈了 裴行把他的大围巾给我围上 否则这个电影为什么叫时空穿越 嗯 原来是我误会了 我不由得高兴起来 脚步轻快 一回头 裴行不见了 电影院出口人流外勇 把我俩冲散了 我在人流中来回地寻找 也没看到他 不由得有些焦急 忽然手机响了 微信发过来一个哭脸 是裴寒 报告小红帽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由于你刚才太沉浸在电影剧情中 你的男友已被你不小心遗弃 是否需要找回这家伙还和我玩 找回密码是六个字 申请时空穿越 我在手机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打申请时空穿越 还没打完 裴行突然从我背后跳出来 笑嘻嘻 鉴于你的良好表现 男友找回成功 他一手举着一杯香芋奶茶 头上一撮刘海不听话地翘起来 看上去呆萌又好笑 我扑痴笑了出来 两个小时过去了 裴寒没回我消息 申请时空穿越 六个字 孤零零地躺在聊天界面上 我打电话过去 手机响了半天没人接 我申请视频聊天 铃声响了 依然没人接 我看了看表 已经晚上六点了 一阵欢快的音乐铃声 我的电话响了 一定是陪寒吧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是小光 我一阵失望 我很好 已经出院了 我刚下班 正好过去看看你 你累了一天了 不用过来看我 有妈妈陪着我呢 小光还有点不放心 又叮嘱了几句才挂了电话 我闷闷不乐地吃过晚饭 等到半夜十二点 裴寒依然没回消息 早上醒来 裴寒总算回消息了 我昨晚应酬客户喝多了 今天才看到我发了个愤怒的表情包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他 拍拍我 别担心 我怀孕了 你是不是感觉有压力 没有 他迟疑了一会儿 我只是不想让孩子绑住你 这是什么意思 有了宝宝 我们会陪伴他一起长大 他会叫我们爸爸妈妈 我们的生活才圆满 可生活总是充满变数的 他欲言又止 算了 我要上班了 我再发过去一条消息 他没再回我 裴寒变了 自从我怀孕后 他经常不回我的消息 不接我的电话 偶尔回消息 总是说工作忙 应酬多 他以前从不这样 作为外派的销售经理 他常年在外 每天中午和晚上 他雷打不动地给我打电话 一聊起来就没碗 用助手小张的话说 狗粮吃到撑死 不仅裴寒变了 妈妈和小光的态度 也令人迷惑 我抱怨裴寒 最近不和我联系 两个人都态度怪怪的 吞吞吐吐 难道他们知道些什么 我去翻裴寒的朋友圈 还是他两个月前发的一条 有关公司的工作动态 他平时本来就不太喜欢发朋友圈 除了不太和我联系 裴寒似乎一切都没变过 生日那天 我接到了裴寒派人送的话 依然是我最喜爱的白玫瑰 生日礼物是一条薄金手链 样式是我喜欢的 我曾和小光说过 喜欢这样的手链 一定是裴寒偷偷地问了小光 我为自己的疑神疑鬼感到可笑 裴寒只不过是工作忙罢了 可裴寒昨天告诉我事情太多 十一假期不回来了 这让我很失望 去年中秋节他提前回来 跑到学校接我下班 想给我一个惊喜 可没想到那天学生考试 我提早下班了 他一个人等到天黑 今年十一和中秋双节赶在一起 我一直盼望他早点放假 可他居然不能回来了 算了 山不来救我 我去救山 我在网上订了今早的票 临近双节 高铁上乘客满满 我对面是一对小情侣 两人靠在一起分享一副耳机听歌 像当初的我和裴寒 我是越忙越理 一窍不通 唱歌舞音不全 裴寒正好相反 一把吉他弹得出神入化 在我家楼下的广场开了一个业余吉他班 第一次相遇时 他坐在门口调弦 我被一群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围攻 他们要我挪车 说我侵占了他们跳广场舞的地盘 可这明明画着停车位 我跟他们讲道理 他们说他们就是硬道理 车不挪 如果有啥损伤 该不负责 我气不过 跟领头的大妈理论 大妈讹诈说被我气犯病了 被一群不讲理的人威胁 我委屈又憋屈 裴寒走过来 抬拍我肩膀 示意我先把车挪了 我瞪他一眼 不情愿地去挪车 大爷大妈们得意洋洋 指高气扬地跳起来 可刚跳了两下就跳不下去了 裴寒把高音炮的两个大音箱放在门口 放起了高亢入云的唢呐 独奏一曲干长段 大爷大妈们的动作都风吹扬柳般变了样 大妈们不干了 围着裴寒要他观音箱 裴寒装傻冲愣 大妈气急了 去拉着他 他立即坐到地上又哭又闹 说心脏病犯了要叫120 大妈们瞠目结舌 没想到自己的拿手戏码被人抢了 我扑斥一声笑出声来 最后闹腾了半天 广场舞也没跳成 大妈们兴兴而去 我伸手去拉赖在地上的裴寒 起来吧 他们走了 他一跃而起 双眼亮晶晶地 冲我一笑 不生气了吧 他的笑容亮得谎眼 我心跳漏了一拍 滴滴地恩了一声 他笑嘻嘻 恶人自有恶人魔 你这样的乖宝宝 一看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哭笑不得 哪有自称自己是恶人的 喂 小红帽 加一下微信 我叫裴寒 你叫我什么 小红帽 你怎么乱给人起外号 哈哈 你又乖又笨 就是小红帽本帽啊 你别走 你还没 五个小时后 我站在裴寒公司的办事处前 小张对我的道来大吃一惊 他先匆忙地出门打了个电话 然后告诉我 裴寒刚被调往西安的分公司 今早走的 现在应该在飞机上了 我感觉小张在掩饰什么 可疑问他三不知 裴寒确实不在 裴寒到底在哪儿 我给裴寒发了视频邀请 这次居然接通了 画面摇晃是在机场 有机场广播传来 他似乎是匆忙间接通的 我只看到一个枣红色的行李箱被推着 把手处挂着一个雕毛的狐狸头 这明显地是个女人的行李箱 裴寒再给一个女人推行李 裴寒 我喊他 视频匆匆地被挂断了 裴寒身边有别的女人 裴寒身边有别的女人 我颤抖着手发了一条消息 你和谁在一起 他回我一个人 我不知自己是如何回家的 失魂落魄地打开门 妈妈神色焦急 裴寒 你总算回来了 你怎么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就我摆摆手 打断妈妈的话 走进卧室 扑倒在床上 裴寒 他对我说谎 他身边有别的女人 我看得很清楚 他推着的是一个精致的女士行李箱 不是他常用的那个 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 这就是他假期不回来对我日渐冷淡的原因 一切都有了答案 裴寒 你怎么可以欺骗我 你怎么能如此伤害我 我气不成声 乐乐妈妈小心翼翼地过来敲门 我没回应 她在门口站了半天 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 头昏沉沉地 人像根浮沫在水上飘着 不知要飘到哪里去 裴寒 一想到她 我的心脏就像被人揪住 又狠狠地被摔到地上 迷迷糊糊中我看到她牵着一个女人的手 两个人亲密地靠在一起 我想看清那个女人的样子 可始终如雾里看花般忽远忽近 我只看到裴寒深情款款的样子 她看的不是我 我心脏紧缩在一起 浑身火烧斑腾 忽冷忽热 醒来的时候 窗外阳光灿烂 小光 趴在我床头沉睡 一脸眷容 小光睁开眼 看到我醒了 第一反应是来摸我的额头 降温了 乐乐 你昨晚烧到快四十度 吓死人了 我泪意上涌 想起昨天看到的画面 再也忍不住裴寒出轨了 小光的脸瞬间煞白 紧盯着我 斩钉截铁地说 这不可能 乐乐 裴寒那么爱你 她是真的爱你 我打断她的话 我昨天和她视频 她在机场推着一个女人的行李箱 她却告诉我她是一个人 小光的脸更白了 她急忙解释 可能她只是帮别人个忙 也可能你看错了 谁都知道她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怎么会喜欢上别人呢 我惨然一笑 我也希望是我弄错了 可自从我怀孕 裴寒不接我的电话 发消息不回 整天玩失踪 她现在人在哪里 我都不知道 小光 我开始也以为是她工作忙 可现在想 从我告诉她怀孕开始 她就像变了一个人 她似乎并不欢迎这个孩子 可能她确实有事 你先平静下来 她不知如何开解我伸手去摸烟 突然发觉自己是在我家 又把烟塞回兜里 这个孩子不应该来 我心如刀割 裴寒并不想要一个负担 不只是孩子 我现在在裴寒眼里也是负担 乐乐 你可以不要这个孩子 小光握紧我的手 目光坚定 你还年轻 如果以后想要宝宝 还可以再生 是这样吗 我还有以后吗 裴寒爱上了别人 我和她哪里还有未来 但小光说得对 如果不能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 一对爱她的父母 我有什么权利把她生下来呢 妈妈准备了早餐 可公司有电话打来找小光 她匆忙地下了楼 我没胃口 起身给窗前的山茶花凋谢了 微米地挂在枝头 往楼下扫了一眼 小光还没走 站在车前和人争执 咦 是婆婆 她怎么会和我婆婆争执起来 伯母 您这样想太自私了 这个孩子会绑住她一辈子 她才二十七岁 还有漫长岁月在等待着她 小光语气激烈 婆婆声音哽咽 那裴寒呢 她 他们真的在吵架 我疑惑 推开单元门 两人看到我同时住口 我先上班了 小光转身上了她的车 急迟而去 婆婆眼睛发红 手里拎着保温杯 说是给我煲的汤 我和她一起上楼 发现她的白发明显地增多了 也没染 婆婆明明是个很注重外表的人 我 婆婆妈妈三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我告诉他们裴寒出轨的消息 可他们一口同声地说不可能 他们说裴寒爱我 永远也不会背叛我 可世间真有永远不变的爱吗 我不想要这个孩子了 我给裴寒发了一条消息 也许我心里还有一丝微弱的希望吧 希望得到她的否定与责备 很快地 我收到了她的回答 一切尊重你的决定 尊重我的决定 新婚地我们躺在床上 裴寒把我搂在怀里 纹我的头发 突然想要个女儿了 和你一样 乖乖的 萌萌的 蠢蠢的 不许说我蠢 被折腾得浑身无力的 我微弱的抗议 好吧 那就要个儿子 和我一样高高的帅帅的坏坏的 我翻了个白眼 我还是喜欢女儿 她从见如流 那尊重你的决定 要个女儿就叫小花帽 现在她依然说尊重我的决定 呵呵 我泪流满面 永远不会有什么小花帽了 我想打掉这个孩子 婆婆不同意 妈妈忧心忡忡 我忽然想起小光和婆婆的争执 支持我的大概只有她了 我到了小光楼下 打电话没人接 周六她应该在家 我上了电梯走到门口 听到球球的叫声 球球是两年前 我送小光的生日礼物 一条聪明的边墓 求求我换她 球球听出了我的声音 在门口欢叫着 扑腾了两下 给我打开了门 求求真聪明 你主人呢 我拍拍她 看到浴室的灯亮着 传来水声 原来小光在洗澡 怪不得没接我电话 我换上拖鞋走进客厅 卧室的门开着 我的视线凝固了 床头放着一个枣红色的行李箱 把手上挂着一个雕毛的狐狸头 我死死地盯着那个箱子 大脑里山呼海啸 我不会看错 在机场 陪寒推着的就是这个行李箱 我慢慢地夺不过去 走进卧室 希望是我眼花了 可箱子冷冷地靠在床头 而床头柜上 裴寒的黑色手机 静静地摆在那里 求求你刚才乱叫什么 小光围着玉金擦着头发出来 看到我 他叫了一声 乐乐 你吓死我了 我冷冷地注视着他 像盯着一条毒蛇 他一愣 乐乐看到我手里 拿着裴寒的手机 脸墨地煞白 我听到自己在疯狂地大叫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会是你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那么相信你 你却来抢我的老公 你明明知道 我那么爱裴寒 你怎么能如此伤害我 我是那么那么 那么信任你 信任裴寒 你们为什么 要一起往我的心脏捅刀子 不是乐乐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先冷静冷静 你听我说 他手忙脚乱地想制止我 我嚎啕大哭 又哈哈大笑 原来我是个傻子 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一切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老公 这是在演电影吗 我头疼欲裂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要离开这儿 乐乐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我一把推开它 骗子 都是骗子 滚开 眼前一黑 我失去了意识 好疼 耳边有救护车的笛声 有人在高喊着急救 身边脚不匆匆 我被推进推出 又被注射进什么 终于不那么疼了 好想睡觉 醒醒 小红帽 你当妈妈了 快醒醒 谁一直在叫我浑身被敲碎了般 我什么也不想理 不能再睡了 小红帽 宝宝在等你呢 他需要你 是裴寒 他回来了 你怎么才回来 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笨蛋 我怎么会不要你 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 他轻轻地呼吸 吹拂过耳 我们约定过 你只要说一声 深情时空穿越 我就会飞到你身边的 对啊 我们约定过的 我的心不由地欢喜起来 裴寒从没对我食言过 他低头温柔地一笑 乖 现在你该回去了 他的身影渐渐地淡去裴寒我大叫一声 乐乐 是妈妈喜极而泣的声音 我睁开眼 我再吊着点滴 好多医生护士围着我 我去寻陪寒呢 妈妈 婆婆 小光 我漠然惊醒 他怎么在这儿 他怎么有脸在这儿 走开 我大叫 可声音却虚弱地可怜 我不要见到你 乐乐 你误会小光了 妈妈急忙地说 没事 阿姨 乐乐醒过来就好 我这就走 他转身出去 妈妈无奈地叹气 医生叮嘱 你刚进行了剖腹产 现在还是观察期 情绪不能太激动 剖腹产孩子是个男孩 婆婆高兴又激动 孩子婴儿早产 现在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士 医生回答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自己的身体 新生儿会受到专业妥善的照顾 等你的身体 条件允许就可以看到宝宝了 医生又检查叮嘱了一番才离开 裴寒呢 我问妈妈和婆婆 却是面色一白 婆婆捏如着 她还不知道我 我这就给她打电话 让她回来 他们在骗我 我知道 可头昏沉沉地我又睡了过去 我时睡时醒 有时梦到陪寒谈恋爱的情景 有时梦到婚后日常 最清楚的是梦到我去农村支教 山红爆发的那一次 电闪雷鸣中 我是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山路上 浑身湿透 冻得直打哆嗦 周围黑漆漆的树木都向我压过来 我惊慌失措 又冷又怕 因为我迷路了 班里一个成绩很好的女生 又没来上学 我猜测是家里不准备让她念书了 放学后 我去家访 回来时突然下起了暴雨 山路是八弯 来的时候 我就走了岔路 天一黑 山路又湿又滑 我摔了两跤后 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我躲到一块山石下 给学校同事打电话 可线路不同 只听到嘟嘟声 情急之下 我拨打了紧急救援电话接通了 可周围漆黑一片 我说不清自己身在何处 电话那边很忙 告诉我 他们马上派人上山救援 就挂了电话 我止不住地发抖 太冷了 牙关咯咯地响 狂风暴雨里 我渺小如树叶 身体渐渐地湿温立起 一点一滴地流失 恍惚中看到远处有一束微光 光束越来越近 是一个人头上的探照灯 它在风雨中艰难地移动 大声地喊着什么 我意识到喊的是我的名字 我嘶哑着嗓子回应 然后看到灯光下的人 惊喜地抬起头望向我的方向 是裴寒 他冲向我 手忙脚乱地把雨衣披在我身上 抱住我 喃喃安慰 别怕 小红帽 我在我们这就下山 他眼睛通红 雨水砸在他的脸上 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趴到他的背上 听闻他沉重地呼吸 很想问问他 怎么知道我失踪了 却昏睡过去 等我能下床 已经是几天后了 裴寒依然不见踪影 我隔着玻璃 望着保温箱里的宝宝 他好小 那么瘦弱 护士在给他喂奶 他慢慢地吞咽 喝得很慢 这是宝宝的探望时间 可我也只能在窗外 看他几眼 还有两个年轻的妈妈 也站在窗外 望着自己的宝宝 医生说 我家宝宝明天就可以离开重症了 总算熬到这一天了 说话的是个短发妈妈 那真要恭喜你了 医生说 我家宝宝得等到下周 还要观察几天 那也比二十七床的情况要好 医生说 那孩子才七个多月 不知还要等到啥时候 才能离开保温箱 可怜的娃 是啊 才这么小 生下来就没有爸爸 听说妈妈还失忆了 二十七床 我的床位 我转过头去 直勾勾地盯着那俩人 我走过去慢慢地问 你们再说 二十七床 短发女人被我问了一阵 是 是啊 为什么孩子没有爸爸 我紧紧地盯着她 一字一顿地问我 我怎么知道 短发女人 莫名其妙 旁边的女人领悟到什么 使劲地冲她使眼色 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撒谎 你怎么能撒谎 我大吼 眼前金星乱冒 我们两个女人神色慌张 我们说错了 说错了吗 我耳边仿佛响起紧急的刹车声 救护声 哭喊声 是谁在哭喊 那个满身是血 被抬上担架的男人是谁 那个拼命地哭叫着往前扑的女人是谁 一针针画面飞速地在我眼前闪过 我想看清楚 为什么看不清 巨大的恐惧涌上心头 我捂着头大叫起来 我想起了一切 他们说得对 陪寒她爱我爱到把声的机会 给了我自己去迎向死亡那个晴朗的夏日 我俩自驾游归来 快过桥时 突然从桥上冲下来一辆失控的大货车 躲避已经来不及 千军一发之际 裴寒几打又转向护住了副驾驶的我 自己迎向了货车 办案的民警说 这种情况下 司机一般都会打左转向 因为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 可你丈夫却选择了向右打去保护你 路过的行人拨打了120 救护车来得很及时 他们抬起裴寒时 我只看到他满脸的血 我还没扑上去就被人拉开 等再见到裴寒 已经天人永隔 他永远地离开了我 我不肯接受这个现实 我坚信裴寒还在我身边 他说过要陪我一辈子的 怎么会扔下我 我不吃不喝 无知无觉 像个木偶 我被拉着参加裴寒的葬礼 可我知道骨灰盒里的不是他 高大剑说 一百八十八的身高 那小小的骨灰盒里怎么能装下 他从不食言 他说过要陪我一辈子的 就不会离开 我知道他们都弄错了 裴寒没有走 他被外派出去了 他工作很忙 我靠在床头 窗外阳光明媚 花红柳绿 可我的心冻住了 沉在冰冷的湖底 毫无生机 妈妈第一百零一次劝说我 乐乐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 你必须要出去走走 裴寒不希望你这样的 是吗 那又如何呢 反正他不在了 我浑浑噩噩地想着妈妈叹口气 却忍不住频频地望向门口 像在等待水友敲门声响起 妈妈迫不及待地去开门 小光走进来 怀里抱着个宝宝 他兴高采烈地对我说 乐乐 快来看宝宝今天回家了 宝宝要来找妈妈了 我望着他泪意上涌 为了怕我伤心 他用裴寒的手机假扮成它 还在费尽心机地隐瞒裴寒早已离世的真相 还被我误会 被我妈现在又三番五次地往医院跑 只盼望我尽快地恢复 有如此 我何得何能 我低下头去 泪水滑落在宝宝的脸上 墙宝中的他睁开眼 仔细地打亮着我 那是和裴寒一模一样的眼睛 用一滴泪落下 宝宝好奇地伸出舌头 甜甜嘴唇 滴溜溜地看着我 泛滥的爱意疯涨 这是我的宝宝 我和裴寒的宝宝 他需要 我需要一个温暖强大的妈妈 我紧紧把他抱在怀里 泪如雨下 对不起宝宝 妈妈差点忘了你 妈妈还有你啊 妈妈一定会坚强起来 让你健康快乐地长大 从即往后 你会是妈妈最坚韧的铠甲 今天是清明 我和儿子一起去扫墓 裴寒的墓地在坐北朝南的山坡上 周围古柏苍翠 环境幽静 献上鲜花 我在墓碑前静静地助力 儿子自觉地去坡下等着 他知道我每次都要单独地和裴寒待一会儿 照片里的裴寒 目光温和寒笑望着我 一如我们初见时 而我已变了模样 站在这儿的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 两鬓已有白发 想起苏氏的词 纵使相逢英不实 沉满面 病如霜 裴寒 你还能认出我吗 裴寒 看到儿子了吗 上天没有给我们一个小花帽 给了我们一个和你一样高高帅帅的儿子 他叫裴念 去年夏天参加的高考 现在是一所九八五大学的医生 裴寒 真快 不知不觉你离开我已经十八年了 一切还仿若昨天 裴寒 真想再见你一面 和你说说话 哪怕只有一面 裴寒 我还是一个人哪 不是不想找个人陪着我 可我总忘不了你是谁 说过年少时不要遇见太惊艳的人 因为不知不觉就是一生 裴寒 真想你呀 君埋泉下你消股 我寄人间血满头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相聚呢 裴寒 我轻轻地呼唤你的名字 你听到了吗 周围松涛阵阵 万数应答 我仿佛又听到裴寒笑着说 你只要喊一声 申请时空穿越 我就会飞到你身边 裴寒 申请时空穿越 你听到了吗 现在我们来听 听下一个故事 我叫东陵 出生在一个小山村 我们的村子不大 大概有五十多户人家 村子里面的人都姓张 但是在村口却住着董叔一家人 全村只有他们一家人姓董 董叔和董沈的口音 还带着外地的口音 后来我才知道 董叔和董沈的老家是外地的 那年他们的家乡发了大水 他们夫妻二人 一路要饭乞讨 来到了我们村子里 因为村口住着的张奶奶 是董叔的二姨 张爷爷早年已经去世了 只留下张奶奶一个人生活 她就收留了董叔和董沈 后来等到张奶奶去世之后 张奶奶的院子也成了董叔的家 因为董叔的家在村口 是一个独院子 所以说他们和村子里的人 接触也不多 刚来的时候 因为语言不通 董叔夫妻二人 也不和村子里面的人们来往 他们夫妻二人经常独来独往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算是他们学会了本地的话 在村子里也没有一个朋友 后来有细心的村民发现 自己家的鸡或者门口种的菜经常少 更有村民发现 董叔经常趁着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去摘大家的菜 有人还在董叔的院子外面 发现了鸡毛 因为那年 董沈刚刚生下他的儿子 正在坐月子期间 再加上董叔一家人是外来的 大家都觉得自己丢的东西 是董叔偷走的 于是乡亲们都觉得董叔和董沈不能深交 就算是在路上遇到他们夫妻二人 大家也不再和他们打招呼 后来我们家去村口盖房子 和董叔一家人成了邻居 我们和董叔的接触也越来越多 记得那年我家里很穷 父母只是出钱盖了三间平房 之后他们就没有多余的钱再盖围墙了 于是父亲就拉了一些土 又去拿了一些卖街草 把土和卖街草混合在一起 把我们家的院墙用土垒了起来 我们家的院墙刚刚盖好的时候 正是春天 母亲就在院墙的角落里 种了一些丝瓜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丝瓜都开始爬秧子 母亲用木棍搭了一个架子 可是架子有点小 那些丝瓜都顺着墙爬到了邻居董沈的家里 看到这些之后 母亲也没有放在心上 毕竟在我们这里 如果自己种的果树或者菜爬到了邻居的家里 将来接出来的瓜果之类的 邻居就可以吃 爬到谁家就是谁的 然而有一天 母亲从地里回来之后 发现我们家的丝瓜被人连根拔掉了 母亲特别奇怪 院子大门锁得好好的 为什么家里的丝瓜被人拔了呢 难道是谁翻墙进到了我家的院子里 而院子里的东西也没有丢 为什么 只是丝瓜被拔掉了 正当母亲疑惑的时候 董沈顺着梯子爬上了墙头 她对着我的母亲说道 嫂子 以后你不要在墙角种丝瓜了 那些丝瓜秧子爬到了我家的院子里 看着也特别烦 再说了 你们家里种丝瓜的时候每天都要浇水 我们家的院墙也容易受潮 墙上的土就会掉下来 说不定哪天我们家的院墙就塌了 听到董沈的这些话之后 母亲也是哭笑不得 因为董沈家也是土院墙 并且种丝瓜的院墙那里也没有房子 土寿巢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她怎么能翻到我们家的院子里 把丝瓜秧子连根都拔了 如果将来接了丝瓜之后 我们两家人吃 那该有多好啊 于是 母亲就和董沈理论了几句 而董沈根本就听不进去母亲的话 她觉得她来这里住得早 我家来得晚 她说话就硬气 这里的事情都是她说了算 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家和董沈就吵了一架 从那天开始我们两家人就再也不说话了 只是董沈的两个孩子很可爱 董沈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 经常在大门口玩耍 每次看到我的父亲下班的时候 他们都会大声地说 大伯你下班了 而我每次上下学的时候 两个孩子总会追着我说 东陵姐姐 等我们长大了 也要和你一样去学校读书 你有空了教我们读书认字 你能不能给我讲些故事呢 看到两个可爱的孩子 我的父母也是感慨万千 董沈夫妻二人 虽然不讲理 但是他们的两个孩子 从小就看着通情达理 我的父亲有一个习惯 他每次发了工资之后 那几天就经常给我们买些好吃的 只要父亲买好吃的 经过董沈家的大门口 看到两个孩子之后 父亲也不顾及那么多 他都会给两个孩子分一些好吃的 看到两个孩子高兴地接过礼物 父亲的心里也是暖暖的 他经常和我们说 这两个孩子很可爱 他们每天看到我都会跑前 跑后的叫大伯 这个大伯叫出口 让我的心里暖暖的 我就是他们的长辈 就算是两家大人之间 有任何矛盾 和这两个孩子 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每次在大门里面写作业的时候 两个孩子都会来我家 他们默默地看着我写作业 等我写完作业之后 让我教他们读书认子 对于两个孩子经常来我家里玩 董沈从来也不阻扰 因为父亲给他的两个孩子一些零食吃 这是董沈求之不得的 董叔也没有什么正式工作 两个孩子的生活也很苦 而两个孩子围着我 让我教他们认字 董沈更不会反对了 因为他和村子里面的人们 都不和两个孩子也没有朋友玩 他们和我在一起 也能学到一些知识 时光匆匆而过 到了我上五年级那年的秋天 董沈的儿子已经上一年级了 女儿刚刚五岁 有一天 董沈的儿子去学校的时候 发现有同学去学校拿着大枣吃 于是他回到了家里 让父母给他买一些大枣吃 因为那个时候正是大枣下来的季节 董叔一直在放羊 听说他那几年放羊也挣了一些钱 但是董叔觉得每一分都来之不易 他不想去镇子上给孩子买大枣 于是董叔想到他平时放羊的地里有不少的野酸枣树 于是董叔就告诉两个孩子 我下午给你们摘点野酸枣 那些酸枣比大枣红 并且像珍珠一样 看着特别好看 吃着也好吃 你们不要觉得那些大枣看着大 但是大枣没有酸枣好吃 那天下午董叔再去地里放羊的时候 他就开始留意着地里的野酸枣 但是那个季节正是野酸枣下来的季节 低处的酸枣都已经被乡亲们摘完了 只有悬崖高处有一棵酸枣树 因为长得太高了 大家都摘不着 所以说那棵酸枣树硕果累累 树枝都压弯了 董叔远远地看见那棵酸枣树 他的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那棵树上的酸枣不但红 而且长得比普通的酸枣要大一些 自己受点苦 爬到山崖上面 把那些酸枣摘下来 两个孩子肯定满意 于是董叔趁着羊儿在吃草的时候 他就爬到了山崖上 给两个孩子摘酸枣 但是由于山崖上面滴石头 经过风吹日化 有点松动了 董叔的脚踩在石头上面 石头一下子就脱落了 董叔一个没有注意 从山崖上摔了下来 他当时就不行了 刚好那个时候 有几位乡亲们在地里干活 他们看到董叔摔下来之后 就回家通知了董沈 但是大家都不想帮董沈料理后事 因为大家对董叔一家人的印象很不好 那天下午我放学的时候 就听到董沈的家里传来一阵阵的哭声 那个哭声听着特别大 让人感觉心里很难受 董沈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他独自一个人拉着架子车 把董叔拉了回来 母亲默默地坐在屋子里面 他长须短叹 虽然我们平时和董叔一家人不和 但是母亲的心里也很难受 现在董叔去世了 他的两个孩子又该怎么办呢 父亲到天快黑的时候才下班 他听说董叔去世了 也是长叹一声 父亲坐在院子里 默默地听着隔壁邻居在哭 刚开始是董沈一个人在哭 后来两个孩子也在哭 听着特别可怜 父亲想去董叔的家里看看 但是母亲拉着父亲说道 平时那个阿红董沈待人很刁蛮 他现在正是伤心的时候 估计心情也不好 我们现在去他的家里 万一他把我们赶出来了 这该怎么办呢 正当我们全家人不知所措的时候 忽然院门响了 董叔的儿子和女儿从外面走了进来 董叔的儿子见尾一进门就扑通一声 给我的父亲跪了下来 他指着自己的妹妹说道 大伯 今天我的父亲去世了 自从下午到现在 我的妹妹一口饭也没有吃 母亲也没有心思给她做饭 能不能让我的妹妹在你们家里住一晚上 你们给她弄点吃的 听到这些话之后 我父母的眼眶已经湿润了 因为那年建伟只有八岁 他竟然那么懂事 估计两个孩子中午到现在都没有吃饭 建伟只想着自己的妹妹 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 他也只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啊 于是母亲急忙下厨 给两个孩子做了两碗西红柿鸡蛋面 让他们吃 等到两碗面条端上来之后 建伟的妹妹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建伟看着那一碗饭 他一口也不吃 开始嚎啕大哭 一边哭一边说着 我的父亲没有了 从此以后 我这个家该怎么办 虽然我知道 我的父母和你们不合 但是他是我的亲生父亲啊 我的母亲现在还在家里哭 他一个人也安葬不了我的父亲 天气这么热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也没有熟人 这该怎么办呢 建伟越说越伤心 看着他悲痛欲绝的样子 我的父母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 不管平时董沈对我们家里怎么样 既然现在他遇到了难处 我们一家人一定要去送董叔最后一程 那天晚上 我的父母直接去了董沈的家里 董沈知道 我的父母是来帮他办理后事的 他扑通一声 跪在我父母的面前 哭着说道 大哥大嫂 谢谢你们了 因为我们平时的为人处事很不好 村子里面的人们虽然知道我的丈夫去世了 但是大家都装作不知道 对于我平时的所作所为 我现在很后悔 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 现在来帮我的丈夫办理后事 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都记得 等到第二天早上 天还没有亮 父亲就去了邻村的三姨父家里 我的母亲又去我的几个姨家里走了一趟 让他们来帮忙给邻居办后事 因为我的母亲姐妹六个 我的母亲是老大 平时我的父母对我的五个姨和姨父都很好 所以大家都很敬重我的父母 听到我的父母让他们来帮忙 大家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等到那天上午 董沈在家里就断断续续地来了几十个人 都是我的父亲叫来的亲戚朋友们 人多力量大 天黑的时候 董叔的后事已经办完了 等到第二天上午 董沈带着他的一双儿女来到了我家 董沈买了一大包点心 他直接对我的父母说道 大哥大嫂 这次多亏了你们 这些点心是我特意去镇子上给你们买的 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收下 然而我的父母没有要那些点心 母亲把点心都送到了董沈的家里 他告诉董沈 你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 以后的生活估计会更难 你在生活中一定要节俭 这些点心让两个孩子吃吧 如果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困难了 你一定要告诉我 咱们都是邻居 我能帮就帮 听到这些话之后 董沈的眼泪扑速速地掉了下来 他不停地对我的母亲说道 大嫂 以前是我的不对 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这件事情大概过去了不到一个月 董叔的大哥听说董叔去世了 他从外地回来看董叔的两个孩子 因为董叔一共弟兄二人 那年董叔来我们村子的时候 他的大哥还在外地 董叔在我们村子里落户之后 他们兄弟二人经常有书信往来 董叔去世之后 董沈就写信告诉了大哥 当董叔的大哥看到两个孩子 蓬头垢面的样子 他的心里也很难受 对董沈说道 我在外地这两年的生活稍微好一些 我和你嫂子都在外地的厂里上班 你们跟我一起去外地吧 我可以介绍你也去外地的厂里上班 两个孩子你就不用管了 我的弟弟去世了 我一定要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 董沈听到这些话之后 他善然泪下 然走的时候 董沈来到了我家 他把自己家的大门钥匙交给了我的母亲嫂子 我们家里的地方很大 那年我把你的丝瓜秧子拔了 是我的不对 以后我家里不住人了 你在我们家的院子里随便种菜吧 我这一走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这个院子就交给你了 从那天开始 董沈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外地 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时光匆匆而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家人早已把这件事情忘到了一边 因为我的父母经常告诉我 在平时的生活中 我们为人处事一定要坦坦荡荡 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能帮就帮 有些事情如果我们不帮忙 我们这一辈子就会良心不安 所以说 从小到大 我们一直记得父亲的话 在平时的生活中 我们姐弟三人的人缘也很好 十九年后的一个下午 我正在家里洗衣服 父亲给我打来了电话 他说我的母亲 早上正在吃饭的时候 忽然头晕得厉害 连说话也说不了 现在已经拉到了市里的医院 听到这些之后 我急忙和丈夫去了市里的医院 那次经过医生检查 母亲得了轻度脑梗 幸亏来医院及时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但是母亲需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 于是我就开始在医院里照顾着母亲 有一天下午 病房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医生 他一进门直接就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仔细地端向了母亲一下 大声地说道 您是不是贵真母亲的名字 大娘 听到这些话之后 我的心里感觉很迷茫 因为医生们来病房里查房的时候 都是直接叫着母亲的名字 从来还没有医生直接称呼母亲为大娘 并且这个医生很陌生 我在医院里从来也没有见过他 正当我和母亲疑惑的时候 那位年轻的医生又对我说道 我想起来了 您就是东陵姐姐 对不对 听到这位医生把我和母亲的名字都叫得那么正确 我急忙点了点头 那位医生看到我点头 他的眼眶已经湿润了 拉着母亲的手说道 大娘 您不认识我了 我是您的邻居建伟啊 十九年前 我跟着我的大伯去了外地 前几天我刚来这个医院实习 我想着这几天就去您的家里看看您 今天我看到了您的名字 就想着来病房里看看是不是有人和您的名字一样 想不到果然是您啊 听到这些话之后 我和母亲总算是醒悟了 原来这个年轻的医生就是董审儿子建伟啊 自从建伟知道我和母亲在医院之后 他几乎每天都要来病房好几趟 他不是给母亲带吃的 就是安慰母亲 建伟刚刚到医院 正在实习 但是他在医院里面认识的有熟人 建伟就去找了最好的医生 给我的母亲看病 那次等到我们出院的时候 我准备去交出院费 然而忽氏却告诉我 我母亲的住院费已经有人结算完了 她就是建伟大娘 姐姐 你们对我们家的大恩大德 我这一辈子都还不完 这点住院费根本就不算什么 当我拿着住院的钱给建伟的时候 他说什么也不要 但是我还是把钱给他了 因为他刚刚参加工作 手里的钱估计也不多 后来等到母亲回家之后 建伟买了不少的礼物去我的家里 他和我的父亲坐在一起聊天 建伟直接对我的父母说道 大伯大娘 以后我就在市里的医院上班了 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了 我一定随叫随到 听到这些话之后 我的父母也是感慨万千 想不到十九年前 一个偶尔的善举竟然让建伟感激了一辈子 自从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建伟就和我们家里成了亲戚 每到逢年过节 他总会带着礼物来看我的父母 因为我住在外地 离家里有二百多里地 平时也不经常回家 而建伟住在市里 他有空了就会去我的家里陪我的父母 并且还会带着他的女朋友 也是从那天开始 我家里又多了一门亲戚 这门亲戚虽然和我们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但是比真正的亲戚还要亲 好了 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 天心的妈妈说给我存了二万彩礼 结果饭桌上说漏嘴 给哥哥存了二百万 我发脾气 妈妈却说 你也太不懂事了 居然跟你哥哥抢东西 后来他瘫痪在床 我也给了他两万人 我不管 结果他又说我不懂事 不考虑哥哥和嫂子 不是妈 当初不是你告诉我不要和哥哥抢东西的吗 怎么你一个老东西就不是东西了 我妈从小就告诉我 家里穷 凡事都要省 所以从小到大 我都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 除了内衣内裤 全是哥哥不想穿了的才给我 直到我高中考到县城 才知道我身上穿的那些旧衣服 都是牌子货 同学告诉我 那是耐克 有钱人家里才穿得起 他问我 我家里是干什么的 怎么这么有钱 我哑然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家里其实并没有妈妈说得那么穷 可他为什么一直跟我灌输家里穷的观点 不仅衣服裤子 劝我穿哥哥不要的 就连每次要生活费 妈妈都会跟我说 你省着点花 家里实在是困难 我和你爸爸都只是个打工的 你和哥哥又都要读书 可千万不要浪费 每次说完 他都会跟我展示 一遍他因为干活而军裂的手 阿秋 你看看妈妈的手 这都是为了给你赚生活费给糟的 你忍不住花钱的时候 想想妈妈的手 你还忍心花吗 妈妈说对了 她的贫穷教育很成功 每一次我想奢侈的 在夏天吃一根冰激凌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妈妈屡屡 给我展示的双手 甚至有一次 我在食堂多打了二两菜 都内疚了好久 我不知道妈妈要干多少活 才能把我多吃的那两口赚回来 妈 我高一了 想给自己买几件新衣服 那天的电话里我终于开口为自己提了要求 我不要名牌 给我买几十块钱一件的也行 我甚至没有要求要和哥哥一样的待遇 怎么突然想起要买衣服了 哥哥的衣服你穿着不正合适吗 现在是高中的关键时期 女孩子不要跟风图漂亮 你知道妈妈供你读书 有多不容易 阿秋 你想想妈妈的那双手 妈妈在电话里叙叙叨叨说着 家里最近有多穷 生活有多苦 却被我狠狠打断 家里既然那么穷 为什么还要给哥哥买耐克 耐克 对 就是哥哥穿的那些衣服 同学说了 那是名牌 电话里 妈妈只稍微愣了一瞬 就给了我一个完美解释 什么名牌那都是假的 家里的情况 你是最了解的 哪里有钱给你哥哥买 真的 那可要好几百一件呢 都够你一个月生活费了 我握紧电话亭里的手机 感觉纸节都被自己捏痛了 妈妈撒谎了 我去专卖店查过了 哥哥那些不要的衣服裤子不是假的 都是正品 我去查的时候 专卖店的阿姨甚至夸我 小姑娘真不错 家里这么有钱 衣服裤子都穿白了 都舍不得换 要是我家姑娘 有你这么懂事就好了 可阿姨不知道 懂事的孩子有多委屈 在我提出要买新衣服的第二天 妈妈来县城看我了 她掏出一个红包 阿秋 这是妈妈偷偷给你的 你别跟你哥哥说 不然他会有意见的 见我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说 妈妈 我不要 我只要省着点花钱就够用了 而是毫不犹豫地接了过去 妈妈的手愣在了半空 凉久 她抬手擦了擦眼睛 我们家四口人 只有你爸一个人在外面辛苦赚钱养家 是妈没用 没有给家里做贡献 不然也不会委屈你总穿哥哥的旧衣服 不过你终究是高中生了 在县城读书还是要穿好点 妈妈给你的这笔钱你拿去买几身衣裳 这是可千万不要跟你哥说完他就匆匆走了 同学问我 那是你吗 不像啊 怎么不像 瞧你平日里又是穿耐克 又是穿阿迪的 以为你家里很有钱呢 结果你妈妈居然这么朴素 穿双解放鞋就来了 我看着妈妈走远的解放鞋 一种被压抑的痛苦涌上心头 家里有那么多双鞋 为什么天天要穿解放鞋来看我 我捏着手里烫手的二百块钱 什么狗屁苦难教育 我今天就要给自己买两身新衣裳 和同学逛到百货大楼 一问一件T恤就要一百多 好贵 毕竟我被灌输了十几年的贫苦和省钱理念 一百多在我眼里可是十多天的生活费只用来买一件衣服 好不值 我舍不得下手 拉着同学退了出去 我们还是去旁边的小店子看一看吧 结果这一看就看到了妈妈和哥哥 哎 李秋 那不是你妈妈 怎么穿得跟之前差别那么大 我看着牛排店里坐着的妈妈 衣着精致 脚上的解放鞋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双漂亮的泼根红皮鞋 对面坐着哥哥还有哥哥的几个同学 我攥紧了手 推开门走了进去 搁几个放开吃 今天我妈请客 想吃什么随便点 老二老三 你们不是一直想吃九十八块钱的黑椒牛排吗 今天给哥往死里吃 哥哥李处大大方方地招待自己的同学 妈妈的脸上也挂满了笑容 听李楚说 你们几个都是他宿舍的朋友 大家都刚上高中 分到一个班 又是一个宿舍得互相照应着 他热情地递过菜单 大家别客气 随便点 以后我们李楚还要靠大家照顾呢 哥哥的几个同学忙笑着接过去 阿姨气质真好 一看家事就很好 您放心 我们肯定会照顾好李楚的 看着谈笑风生的妈妈 我的拳头捏得紧紧的 原来我们家的穷职属于我 不属于哥哥 我突然想起一个夏日的清晨 六岁的我在院子洗衣服 哥哥吵着说自己饿 还要吃东西 我回头一瞥 妈妈逆笑着打在哥哥屁股上 刚刚才给你买了吃的 怎么又要吃了 我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 问妈妈 你给哥哥买了什么吃的 妈妈被我突如其来的疑问给愣住了 她拍拍裤管上的灰 逼着头说不是 今天早上一人给买了一个白面馒头吗 我看着哥哥嘴角流的油 还有他叫嚷时喷出来的烤肠香味 直到妈妈撒谎了 可我还是懵懂地接受了这个理由 不敢跟妈妈说 我也好想吃一根烤肠 现在看来 我那个时候就意识到了 我和哥哥在家里的待遇是不一样的 可我好像只能把委屈蜷缩在自己的心里 牛排好吃吗 我冷声问道 阿秋 你怎么来了 妈妈赶忙起身 这时哥哥的同学有点惊讶我的出现 邻居家的孩子没等哥哥回答 妈妈就站了起来 她想拉我走 可我偏步 邻居家的孩子 你刚刚给我二百 我掏出那两张钱 你让我不告诉哥哥 给了我钱 那你又告诉哥哥不告诉我什么呢 我冷笑着摸着哥哥黎楚手腕上的表 这表挺贵的吧 一千五还是二千五来着 哥哥黎楚捏如着嘴唇 不是买的 是别人送 我差点笑出声来 连连点头 对对对 李楚是别人送的 就像小时候你的玩具坦克 玩具枪 玩具飞机 都是别人送的一样 你可真是个听妈妈话的孩子 都十六岁了 还能睁着眼睛撒谎 李秋 别闹了 哥哥 李楚有点窘迫 语气里带着压抑的怒意 他的十五年人生里才窘迫过一次 就想对着我发火 那我呢 我穿着他宽大破旧的衣服 被人嘲笑妈妈不爱我的时候 我穿着他宽大的裤子 被别人恶作剧一把扯下 遭到群嘲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我不窘迫吗 哥 我不闹 我就是想吃一次牛排 妈 哥哥的同学可以点九十八一份的牛排 我也点一份九十八的 不过分吧 见我没被邀请就坐下 妈妈的脸黑得像快要滴出水来 终于 当我朝服务员喊给我 引来一份黑胶牛排的时候 妈妈拿出了自己的权威 李秋 我给你脸了 是不是 他居高临下 面目猙獰 那双曾经无数次在我面展示过 他有多辛苦为我的手 此刻高高扬了起来 他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李秋 你这个小贱人 做出这副鬼样子 是给谁看呢 我们家是欠你吃了 还是欠你喝了 李楚想过要拦住妈妈 但他是个好孩子 不敢忤逆妈妈 何况这么多年 妈妈的偏心他一清二楚 他最终还是没有出面帮我 是我同学出面帮了我 他拉开我妈阿姨 李秋不是故意的 他每天在食堂只赶点青菜 说要给家里省钱 你要是不愿意让他花钱吃牛排 我请他吃 我的同学叫陆朝阳 夕阳从落地窗里照在他白皙的面旁 他是我的天使 我想傍晚的时候 我在学校门口又看见了妈妈 她又穿回了带着泥土气息的碎花衣衫和解放鞋 手里还提着一个打包袋 是我想吃的牛排 只是我也说不准 那是他们吃剩的 还是重新点的 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 妈妈看见了我手里提着的漂亮包装袋 眉头皱了皱眉 我低着头紧紧拎住手里的东西 妈妈开口了 阿秋 妈妈今天打你是妈妈不对 可你也太不懂事了 哥哥和你不一样 他读书成绩没你好 留了一级 比那里的孩子都大一岁 上的又是需要花钱才能进去的私立高中 你说这里面的同学哪个家里家境差 要是让同学知道 你哥年纪大 家境又不好 肯定会瞧不起他 不愿意跟他做朋友 这男孩子和女孩子不一样 男孩自尊心是很强的 他要是在学校抬不起头 心里就会出问题的 妈妈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才会特意打扮了一下 破费请哥哥同学吃顿西餐 给你哥冲冲门面 你也看见了 你哥同学对他多热情 如果不是我去帮你哥 谁知道那些人又是什么态度 妈妈重重地握住我的手 粗糙军裂的手 有意无意地摩擦着我的皮肤 妈妈说 阿秋 你考上这么好的重点高中 学习生活这么多年来 也从不让妈妈操心 在妈妈心里 你一直是个很懂事的好孩子 怎么才上高中就变了 昨天先是打电话 跟妈妈要钱买衣服 今天又在明明知道 妈妈花了那么多钱 请客吃饭的情况下 还当着哥哥同学的面点牛排 逼着妈妈跟你动手 让你哥丢了面子 阿秋啊 妈妈感觉都不认识你了 感觉你都不是妈妈 从前那个懂事听话的女儿了 妈妈说得很伤心 也很失望 她把那份打包的牛排 塞到我手里 妈妈不是不公平的人 你要是跟妈妈说想吃 妈妈一定会想办法给你弄来 无非就是 这个月少吃几斤肉 多喝几天粥 紧紧酷腰带的日子 妈妈也不是第一次过 妈妈只是希望 你能懂点事 好不好 妈妈说完 对着我手里的那个很大的包装袋 重重叹了口气 最后还是没忍住叮嘱了我一句 下次别这么大手大脚地花钱了 这么一大包东西 肯定要好几百了吧 说完无奈摇头 转身走了 我拎着袋子的手 因为太过用力 纸截已经开始发白 指甲早就深深嵌入到了肉里 我真是天真 竟然以为妈妈是真的要跟我道歉 可到头来 无非是挂着道歉的名义来数落我越长大越不懂事 以及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 花十几万送哥哥上私立高中 给哥哥买几百块一件的衣服 几千块的手表 请哥哥的同学吃一千多块钱 一顿的西餐 似乎给哥哥花的钱都是那么的天经地义 可我一个女高中生长这么大 第一次提出想要吃一份九十八块钱的牛排 妈妈都要细细地告诉我 为了满足我的这个要求 她背后所要付出的一切辛苦和努力 眼睛酸涩地让人难以忍受 我看着妈妈还没走远的背影 忍住眼泪 一字一顿问道 妈 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吗 妈妈的脚步一顿 她回过头 又重新向我走来 想要从我手里拿回刚刚递给我的牛排打包袋 哎哟 瞧妈这记性 走 妈妈现在带你去吃饭 我攥着那个打包袋没有松手 而是一层一层打开了 它果然是吃剩的 我说妈 你给我吃剩的牛排 那你知道我这个袋子里装的又是什么吗 我把手里的大袋子拆开 里面装的是一个十寸的动物奶油蛋糕 就连我相处不到一个月的同学都记得我的生日 你呢 这么多年 你哪一次记住过我的生日 妈妈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向来对自己唯命是从的女儿 怎么突然变了呀 我哪一次没记住你的生日 我生你养你 十几年没见到你 对我感恩戴德 刚认识没多久的同学送你一个蛋糕 你就像赶着千恩万谢了 她的手指戳上我的额头 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 生了你这么一个白眼狼 为了给你打包这块牛排 我愣是只吃了一口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 妈妈的声音很大 引来了不少同学的驻足 大家看着我身上穿的一身衣服 虽然洗得发白 但再破也是牌子货 在对比我妈身上破旧的花衬衫和解放鞋 纷纷开始对我进行指责 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妈妈穿解放鞋 自己却一身阿迪 就是这算是养了个白眼狼了吧 自己生日 妈妈点了牛排舍不得吃 特意打包过来给自己孩子吃 结果却被嫌弃是吃剩的 这要是我孩子养到九年义务教育 就算是恩情尽了 妈妈听到同学们的议论 更加来劲了 李秋 你听听 你这副样子 连你的同学们都看不下去了 哪有做女儿的这样对自己母亲的 你说 你要吃牛排 我自己舍不得吃 给你打包送过来 你昨天说要买新衣服 我今天就坐车过来给你送钱 你说我忘了你生日 我这一天从早忙到晚 偶尔忘了不也正常吗 妈妈的一顿数落 让周围的同学们更加相信我是一个不知感恩的狗东西 纷纷表示我丢了一钟的脸 听说还是高一年级第一名呢 原来是个只有成绩没有良心的东西 这妈当得可真够委屈的 我要是生了这孩子 真会气得上吊 见大家都在帮自己说话 妈妈拉住我 阿秋 妈妈也不怪你 毕竟你上高中了 长大了有自己的思想了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是无条件爱你的 我狠狠挣脱他的手 不要再给我洗脑了 你那无条件的母爱都是给哥哥的 从小到大你就没有给我过一次生日 就因为哥哥的生日在我前一周 每年我的生日都是提前一周和哥哥一起过 这就是你口里说的因为事情忙所以把我生日给忘了 我恨恨地脱下大的 能塞下两个我的阿迪外套 从小你就让我穿哥哥的裤子和衣服 就连过年我都没有一件新的 不知道的亲戚问我穿的衣服裤子为什么那么大 你还说是故意给我买大两个好 这样穿着舒服 我告诉你我很不舒服 就连隔壁的小孩都知道你不喜欢我 所以才会给我穿旧衣服 他们欺负我的裤头大 总是轻轻松松就扯下我的裤头 看我出球 我告诉你 你却说把裤头改改就好了 那只是裤头的问题吗? 那是你从小到大偏心的问题 衣服掉在地上 有好心的同学捡起来一看 马树说道 这不是男装尺寸吗? 难怪我看这个同学穿的衣服总是怪怪的 感觉都能塞进两个榻了 还有我掏出手机 那也是哥哥不要的手机 但此时通过它 我能找到妈妈撒谎的证据 我打开某书 翻到哥哥的账号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总是要在我面前装穷哭穷 我打开照片 你见哥哥会特意化妆 穿几百块钱一件的真丝裙 名牌高跟鞋 花钱的时候会叫他不要省 财上高一买块手表 就是两千五百 鞋子都是倔 请哥哥宿舍的同学吃饭 一顿就花了一千二百 这些哥哥可都发出来了 你之前还跟我说那些都是假的 还说是别人送给哥哥的 哥哥自己都说了 这些全部都是你送的 且全部是正品 妈妈的嘴角不自然地抽了抽 有同学瞟到了我哥的账号 惊呼道 这人我认识 隔壁私立高中高一的李楚 我刷到过好几次 超级喜欢炫富 当时还有人朝他买的都是假的 结果这人还发了好几个厌货视频 我记得他昨天发了一双DJ 五千多 还买了苹果十四 得七八千了 说是爸爸妈妈送给他开学的礼物 这样看来李秋家也不穷啊 那他妈怎么这么区别对待 穿这么破烂来见女儿 还给自己女儿送吃剩的牛排 什么心理啊 什么心理 给自己的女儿进行苦难教育 让女儿吃苦 让儿子享福呗 我天 世界上还真的有这样的 妈呀 真是离了个大谱 做他们的女儿真是倒了八辈子大霉 这不得从小委屈到大呀 呵呵 按照这个趋势 将来这女儿结婚 肯定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换彩礼的 现在的高中生不像以前猛猛懂懂 什么都不懂 网络的发展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所谓父母无条件的爱 很多时候都是有条件的 这一点对女儿来说更深 在所有的证据面前 妈妈总算占红了脸 她喃喃说道 男孩子吗 男孩子毕竟不一样 这话被旁边的女同学们听到了 一个个都炸了 哪里不一样 男孩女孩不都一样 两只眼睛 一个鼻子一张嘴 别跟这种重男轻女的人讲道理 就是觉得男孩子可以继承家里皇位 女孩子是泼出去的水杯 大家义愤填膺 妈妈的身体微微发抖起来 一身极其朴素的打扮 让她看起来十分的可怜 可我想我也是你的亲生孩子 你就大大方方地穿上见哥哥的衣服 来见我就那么困难吗 就一定要在我面前装穷半可怜吗 为的什么 我眉心紧紧皱着 忽然又全都明白了 妈妈把所有的苦难都事无巨细地展示在我面前 就是为了让我能够懂事地不敢多花家里一分钱 懂事地不敢提一点点要求 懂事地挑起了不应该是一个孩子挑起的重担 他总跟我说 爸爸不在家 自己一个人是如何省吃俭用 辛苦地挑起这个家 他给我看他军裂的双手 说哪道口子是为我做饭时候割的 说哪道口子是给我改裤头时候划的 他每周会背着哥哥给我煎一次鸡蛋 一次一个就那样坐着看我吃 我内心很不安 家里很苦 可妈妈却把鸡蛋省给我吃 自己却不吃 我把煎鸡蛋加给妈妈吃 妈妈却转身端来一碗白饭泡开水 阿秋 这可是一块五一个的土鸡蛋 很贵的 妈妈让给你吃 他扒拉一口泡过开水的白饭 妈妈吃开水泡饭就好 可我看着碗里的鸡蛋 却怎么也咽不下去 妈妈拍拍我的头 阿秋 你看 妈妈对你多好 你以后长大 一定要听妈妈的话 多赚点钱给妈妈 算是回报我了 那个时候 我才上小学六年级 却隐隐约约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那话里表达的好像不是爱 而是索取 我从小学起 就承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 洗衣做饭抹桌子拖地板 哥哥倒是什么都不用干 扫地的时候 他只负责抬脚 吃完饭 他只负责散步 有时候 我不服气 把拖把一扔 哥哥不干 我也不干 妈妈就说 你跟男孩子计较什么 男孩都懒 干活又不细心 你哥干的活等会咱们又要重来 我脾气上来也执拗 说不干就不干 可我嫁不住妈妈时不时跟我说她腰疼头晕 要不了几天我就又乖乖干起活来 就连我出升高那年的寒假 爷爷生病住院要住一个月 妈妈都是让我去照顾 我瞟了一眼哥哥里处去多久 我就去多久 那个时候 我的学习很紧张 一门心思想要考重点高中 我非常宝贝时间 现在想来 妈妈也很聪明 黎楚只去了一天 回来就说自己脚被扭了 我沉住心思没去医院 可过了两天 看见妈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还是不忍心 最终我一个人照顾了爷爷一个月 现在看来 黎楚的脚应该也是听妈妈的话 给扭的 可真是个好孩子 围观的同学话里加枪带棒 妈妈听得有点恼羞成怒 咬着牙道 李秋 你就是睁着眼睛看你妈出球 是不是 我把蛋糕捧在怀里 妈 让你出球的不是我 是你自己 下次你还穿成这样 就麻烦你别来看我了 说完我转身就走 妈妈在我背后大喊 好你个李秋 上了高中翅膀硬了 是不是我断了你的生活费 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 我咬了咬牙关 每个月五百块钱 我就不信自己赚不到 我去餐馆洗碗 拖地 给食堂做兼职 我就不信 一个大活人能饿死 可我又转念一想 凭什么父母有责任和义务 抚养子女到成年 我才十五岁 断我生活费可是违法的 再说了 不是说了以后要我养老吗 我们又没断绝关系 凭什么哥哥心安理得 拿几千块一个月的生活费 想到这里 我吃了一生 去他的 给自己争硬气 生活费是未成年的我应得的 把时间用在好好学习上 考一所好大学 才是以后真正可以给自己争气的东西 于是 妈妈没有给我生活费的第二个月 我请假回了一趟家 把家里的电视机 冰箱 自行车 平板 一股脑给卖了 妈妈气疯了 嗯 我没疯 本人一切状态良好 但下次还用什么事情威胁我 我可不保证自己会发什么疯 这件事情之后 一年到头都不会给我打电话的 爸爸终于出手了 李秋 你是怎么回事 听你妈说 家里的电器都被你当二手给卖了 你是要造反呢 家里不给我出生活费 我只好自己想办法弄生活费了 自从接受了爸妈不爱我这个设定后 内心反而坚定起来 我已经不怕失去他们的爱 我会自己爱自己 是我的 谁都别想拿走 你知不知道那些电器七七八八加起来得有小一万了 你爸我在建筑工地上打工 给别人扛水泥 累死累活得赚两个月才能赚到那么多钱 你倒好 全当二手给卖了 真是疏毒到狗嘴里了 越来越不像话 我笑爸你也别装了 你也不是什么扛水泥的农民工 我查了 你可是正儿八经的小包工头 一万块也就是你请别人吃几顿饭的钱 电话里没了声 李秋 你这些都是谁跟你说的 你也别管是谁跟我说的 我只是想好好读书 考个好大学 谁要是再来影响我学习 就别怪我发疯 爸爸勃然大怒 好你一个丫头敢跟老子叫板 你看我不马上飞回来给你办退学 还想考大学 你考个屁啊你 我冷笑 你要是敢给我办退学 我就把你在外面包养女人的事情告诉妈 你的钱可都在妈手里 算是婚内共同财产 你也知道妈的性格 爱起来发疯 不爱起来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 我敢保证他会让你净身出户 一分钱都拿不到时候 你和你小三想把之前的钱全拿回去 可就要落空了 我爸怎么也没想到我会提前调查他 也别怪我如今心思变得缜密 我被他们玩了这么多年 也该是我反击的时候了 就在我知道爸妈给哥哥买那么多奢侈品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了我爸所谓的农民工身份是假的 我之所被蒙蔽这么多年 一是我爸确实很忙 每年也只有逢年过节才回来一次 每次回来都穿着破旧的小工服 对我说在外面做建筑工人有多辛苦 虽然他对我的关心不多 但是因为妈妈也常年跟我灌输爸爸当建筑工人的辛苦 所以我也总是心疼爸爸 那个时候的我就连早上吃个白馒头都恨不得掰成两半 想尽量给爸妈省钱 至于小时候 哥哥总是会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新鲜玩具 成套的新衣服 妈妈也总是跟我说 是姑妈寄过来给李楚的 我见过姑妈几次 她在北京工作 确实很喜欢我哥李楚 每次回来过年都不带跟我说话的 也确实每次回来都送很多礼物给我哥 这种偏心我倒没有多介意 毕竟又不是我爸妈 她想送给谁是她的自有 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呗 谁还差她那点偏爱了 可现在我才发现 一切都是谎言 李楚的那些玩具 自行车 平板 手表 手机 每一样都是爸妈送给李楚的 这个家 唯独我在承受 家境贫穷 爸妈辛苦 所以我要省吃俭用 苛刻生活的贫穷教育 并不是每一种重男轻女 都是那么赤裸裸 有时候她潜藏在爱的谎言背后 而这种被刺更让人绝望 甚至连带出对整个世界的失望 就连爸妈都骗你 那么其他人我发疯后 爸妈没在闹事 他们也依然不给我生活费 不过我无所谓 上次家电卖了一万多块钱 够用很久了 我一直埋头学习 保持着每年年级前三的成绩 到高三的时候 哥哥李楚因为打架斗殴辍学了 不知道是不是某种期望在自己的儿子身上落了空 爸妈把目光又重新放在了我的身上 生活费都不用我提前说 几千的打过来 阿秋只要能考上九八五 爸妈就给你奖励十万块 妈妈更是一个星期就跑来看我一次 像很多关心自家儿女的高考家长一样 妈妈给我送各种滋补的东西 我自然是全盘接手 毕竟高考是一场需要全力以赴的比赛 有大后方跟没有大后方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在这个时候 跟父母再闹出任何矛盾 眼下没有什么比一心一意奔赴高考更重要 然而 当我拿到九八五通知书的时候 才知道爸妈对我示好 完全是另有所图 本来拿到九八五大学通知书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可那天爸妈却告诉我家里破产了 我紧拧眉头 你们这个时候告诉我家里欠了一屁股债是什么意思?想让我放弃上大学去打工挣钱? 不是 阿秋 爸妈 不是这个意思 妈妈握住我的手 我们要是不想让你上大学 就不会把这个消息瞒你这么久了 爸爸也附和 是啊 阿秋 为了不让你发现家里出问题 我们甚至不停地给你打生活费 就是怕你担心钱不够用 影响了考试 他们的解释并不能让我掉以轻心 所以你们是什么意思?想让我把之前的生活费再还给你们 那倒不用 都是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就是妈妈说完看了爸爸一眼 那一眼我就知道准没好事 果然爸爸拿出手机 你看你也十八岁了 这样放在古代也早就结婚了 我认识一个业务做得特别大的包工头 人家资产过千万 他说只要你肯嫁给他 他马上就在上海给你买套房 就是爸爸支支吾吾 妈妈赶紧接话 就是这刘叔年纪大了点 不过今年也才四十九岁 死了两个老婆 不过这都是小事 年纪大会疼人 结过两次婚也更懂得怎么疼老婆吗? 而且人家刘叔也说了 嫁给他后你还是可以继续上大学 结婚读书两不耽误 你别看他小学没读完 还是很看重学历的 发誓第三个老婆一定要重本 你爸这才把你推荐给了他 我瞥了一眼爸爸手里的手机页面 正好划到了他跟那个所谓的包工头的聊天记录 我女儿成绩可好了 上个重本绝对没问题 这是她照片不说是个笑话 做个搬花 那是绰绰有余 理工还是你会做人 这样到时候等你女儿考上重本 我们做了亲家刘家和那边的基础工程 就分包给你做 赚个几百万不是问题 而他们的聊天日期就是我高三第二个学期 那个学期正是爸妈对我十分热情的时候 原来给我钱让我安心高考打的是这个算盘呢 我冷笑着看着爸妈继续表演 阿秋 眼下家里困难解决 你的归宿问题 我们做父母的也好放心 妈妈一脸愁容扫尸了一圈房子 你爸这一下欠了一百多万工人的工资 咱们这房子是保不住了 肯定要卖了给人家做事的结算工资 家里的存款也几乎被掏空了 说完 他深深地看着我 虽然家里出了大问题 但我们为了你的高考 是半分没有懈怠 我和你爸愣是咬牙省吃俭用 给你打了那么几次钱 还有他掏出一张卡 你结婚我们也拿不出多的钱 这里有两万块钱 我跟你爸说了 谁都不能用 得给你留着密码 就是你的生日 妈妈说的动情 眼泪差点要流出来 他把卡手里 我接了 是的 我接了 有钱不要王八蛋 他们以为我还是以前的我呢 靠那么几千块钱生活费就让我忘掉了他们的真面目 我李秋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我成年了 我有自己的思想 也有自己的判断 这婚我肯定不会结 这钱给了我 我就要 我刚毕业 要逃离这个家 必须要有一点钱才防身 并且越多越好 但我也有点担心 我此时太过强硬 会被爸妈来硬的 我不是没有听过一些女孩被家里卖掉换彩礼 女孩不同意 结果被锁在家里强行和对方生你煮成熟饭的事情 我爸妈应该做不出那种事 我想起他们这些年来在我面前兢兢业业的表演 一切都很难说 于是我接过卡 顺从地说道 谢谢爸妈 我会好好考虑的 这样 我先和刘叔加个微信吧 见我如此主动 爸爸赶忙把手机递过来 我扫了微信 天天说道 那我们先聊着 爸妈殷勤起身 行 那你们先聊 我一进屋 就立刻上12306 买好了前往北京的车票 晚上又把自己的户口本给偷了出来 偷户口本的时候 我听见爸妈在说话 这小丫头骗子还是好糊弄 随便给点钱 就给赶化了 是我妈给李储存的那二百万 你没让李秋发现吧 要是让她发现了 以她的脾气之事可就没完了 你放心 这是我怎么会让她知道 对了 手里的二百万存款 再加那个姓刘的答应给的五十万彩礼 还有这套老房子卖掉的钱 应该够首付了吧 我爸的声音够了 这特价房的买房名额来之不易 我们要尽快把事情给办了 不然到时候资格被别人抢了可就不划算了 妈妈犹豫的声音 这房子要是写李储的名字就好了 爸爸安抚的声音 瞧把你给担心的 这不是只有我符合买房条件吗 再说了 对我你还不放心啊 这么多年 我的所有银行卡都是放在你手里的 你不是不清楚 再怎么说 咱们努力不都是为了儿子吗 妈妈虽然还是有一丝疑惑 但最终还是愿意选择了自己的老公 就按你说的办 明天就把刘叔喊到家里来 我看这是早点生米煮成熟饭 李秋那丫头可不比以前心思多得很 爸爸也表示同意 先让她聊过今晚同不同意 到时候也由不得她 我一身冷汗 庆幸自己的警觉 拿好证件 背上包 我就溜了出去 准备关门的时候 我看到了李秋就坐在沙发上 黑暗中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但什么也没说 又继续低头打游戏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了北京那个家 我什么都没留下 只留下了一打照片 就放在妈妈每天早上起来就要收拾自己的梳妆台上 想必当我到达北京的时候 她已经看到了所有的一切 钱是个很有用的东西 尤其对于我来说 她可以帮我请一个私家侦探 协助我拍下能够让我达成目的的东西 那就是爸爸和小三在一起的证据 除了一些在一起的证据 还有爸爸和小三保证如何骗娶妈妈拿出写在李楚名下的二百万 再骗妈妈卖掉写在自己名下的老房子 以给小三在深圳买房的录音 当然其中还包括卖掉我 我想当爸爸看到那些证据的时候 他会痛恨自己的轻敌 他肯定没想过我会真的这么做 不然他就不会想出让我嫁给四十九岁刘叔这件事情了 他认为我高一时对他的威胁不过是一个想读书的孩子所脱口而出的交易 他始终认为我只是一个刚成年的女孩 应该和大多数的女孩一样 处于尽情享受生活 脑子单纯的年龄 但他和妈妈都不知道 那样的女孩在高一那年就被妈妈打掉了 家里欠工人一百多万的工资是真的 只不过他们不想动用给哥哥黎储存下来的钱 他们只想把那笔钱用来给哥哥黎储买房 以方便他这个高三辍学的孩子将来能娶个在大城市的好老婆 而还钱的事情 他们就把心思打到了我的身上 和刘叔杰亲家就能搞到更大的项目来做 这样不仅可以还清所有的债务 将来还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女儿再一次成为他们心中有利可图的资源 可这资源却从他们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虽然我换掉了所有的联系方式 但我还是怕他们把我绑回去 但好在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爸妈因为欠债不还被打成了老赖 根本没法乘坐高铁和飞机出声 但他们还是想尽办法搞到了我的号码 李秋 你这是要害死我们全家 这一切不都是你们就由自取的吗 手里有二百万 不给工人发工资 倒是想着把我给卖了给家里还债 有你们做父母的吗 还在我面前演戏 给我二万彩礼钱 我真是好笑 妈妈嘴唇直哆嗦 不知道是不是气的 那二百万是给你哥存的 这么多年 我省吃俭用才存到那个数 你爸爸也只是一个小包工头 你真以为我们家里有那么多钱吗? 我冷笑 是 我承认你们省吃俭用 但这省吃俭用里没有一个字是为了我 都是为了我 哥妈妈怒气上涌 咬着牙道 我真是作孽 生了你这么一个不懂事的白眼狼 那是你哥哥的东西 你为什么非要跟你哥哥抢呢? 我无语至极 心里只剩满地苍凉 是啊 我为什么要跟哥哥抢呢? 所以我走了 我不抢了 你们的爱也好 你们的钱也好 我都不要了 说完我挂断了电话 几年后 我大学毕业 几经努力后 在北京扎下了根 爸妈早已离婚 那二百万也都被法院强制执行 赔给了给爸爸打工的工人 没了钱后 小三也不愿意跟着我爸了 为了东山再起 我爸听人说在缅北能赚大钱 就跟着人去了 后来再也没音讯了 我和妈妈这边也一直没有联系 直到有一天我收到哥哥李楚的电话 她说妈妈住院了 可能需要几万块钱 你嫂子说癌症治的也是白痴 不让我把家里的钱都拿出来 我没办法 李楚在电话里支支吾吾 似乎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想了想 那个我溜出家门的夜晚 打游戏的李楚看着我手里的行囊 什么也没说 她不是不知道 我是要逃走 只是她选择了放我走 她并不是一个很坏的孩子 只是太过于听妈妈的话 如今又过于听老婆的话 于是我答应她 剩余的钱我给补上 医院里病榻上的母亲头发有点乱 她闭着眼睛 听见有脚步声停在床前 才缓缓睁开眼 人老了 总是会让人心生怜悯 不管她曾经做过多少让我胆寒的事情 但看见摔颓的生命似乎要在时间的长河里滑落 总还是于心不忍 妈 我喊了一声 她睁开眼睛 却在看到我的那一瞬突然疯了起来 李秋 你好狠的心啊 这么多年你一走了之 就这样把我扔给你哥哥一个人照顾 你有没有想过你哥哥和嫂子的处境 这医药费 这生活费 哪样不是你哥哥出钱出力 你呢 你个缩头乌龟 躲得远远的 自己过自己的好日子 就这样把生养你的母亲置之于不顾 你有良心吗 我问你 她掀开被子走 我今天就要跟你走 我要跟你回家 你哥刚生完孩子 到处都是要花钱的地方 你不为她想着 我这个做妈的可不会不为自己的儿子着想 她紧紧攥着我的手 生怕我下一秒就会逃走 积蓄的力量让我知道自己误会了她 她永远会是一个儿子的好母亲 但不会是一个女儿的好母亲 想到这里 冷意重新回到身体 我拽开她的手 冷冷说道 不是 妈 当初不是你告诉我不要和哥哥抢东西的吗 紧接着我凑近她的耳朵 用无比恶心的语气说道 怎么你一个老东西就不是东西了吗 说完 我扔下那张她曾经给我的两万块银行卡扬长而去 当我走出医院的大门 脑海里突然想起小时候的某个点滴 风吹起院子里的落叶 我的小手搓着木盆里妈妈的衣服 那天我给衣服打上了很多肥皂 我是故意的 因为我不知道从哪里听来说是人可以对着肥皂泡泡许愿 于是我使劲搓把手搓得通红的时候 院子里飘起了很多五光十色的美丽泡泡 我仰起头 迎着阳光 伸出小手去触摸那些泡泡 一个又一个的泡泡触碰到我的手指 然后在我许下愿望的那一刻 啪得爆掉了 请让妈妈不要那么辛苦 巴达达 请让妈妈穿上新衣服 巴达达 请让妈妈手上的口子快点好起来 巴达达 请让我的妈妈成为最有钱的妈妈吧 他答 妈妈 我好心疼你 可不可以不要为我那么辛苦 可那个六岁的小女孩那样单纯爱着妈妈 心疼妈妈的小女孩却在十五岁那年死掉了 跟着那颗心死掉的还有她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 她总是会想 连爸妈都不爱的她 谁又会真心来爱她呢 不过二十三岁的她在走出医院的那一刻 还是擦干了眼泪 她眺望着眼前的车水马龙 相信总有一天 她也会拥有自己的家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老婆生二胎当天 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报平安 五分钟 不到就收到小姑发来的二百块钱的红包 我正疑惑小姑怎么突然给我发红包 就接到了一条六十秒的语音 小姑说 恭喜我又当爸爸了 老婆刚生完孩子 肯定需要休息 她过几天再来看她 红包是她的一份心意 让我给老婆买点好吃的 听完小姑的语音 我和妈妈面面相去 小姑啥时候对我的事情这么上心呢? 说实话 我和小姑的关系还不如一个陌生人 因为陌生人对我还抱有一丝善意 但小姑完全没有 我既是其小姑和我们家的关系就比较淡薄 小姑排行老三 是爷爷奶奶唯一的女儿 爷爷是我们村的小学老师 那时候她一个月的薪水有几十块钱 比村里打工的人多一些 所以小姑的生活过得还不错 爸爸结婚晚一些 姑姑没出嫁之前和大娘关系不错 大娘生了两个孩子 基本上都是姑姑带大的 姑姑喜欢堂哥和堂姐 远远超过我和妹妹 小时候爸妈做生意经常忙得没时间管我和妹妹 我偶尔会带着妹妹去奶奶家玩 那时候堂哥和堂姐基本上都在 姑姑会抱着他们在院子里边吃零食边晒太阳 我和妹妹嘴巴馋 也想吃零食 可姑姑只要看到我和妹妹去 立刻把零食藏起来 一包都不给我们 我当时理解不了姑姑的做法 就悄悄去屋里找 结果被姑姑逮个正着 她说我是小偷 还打了我一巴掌 说她要替我爸妈教育我 我受了委屈 哭着跑回家准备向妈妈诉苦 姑姑却跟在我后面 还不等我开口就说我品性不好 小小年纪就知道偷东西 幸好是自己家 这要是长大了 偷别人家的东西 可是要进橘子的 我哭着说是 你把零食藏起来 故意不给我吃 我才悄悄去拿的 凭什么堂哥堂姐能吃 我就不能 姑姑却咬牙切齿地说 你不就是想吃零食吗 我就是不给你吃 我都给他们吃一包 也不给你留 姑姑劝妈妈 一定要好好管教我 离开时还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以为妈妈会打我 妈妈却抱着我难过地说 怪我和你爸没本事 没钱给你和妹妹买好吃的 你记住 以后不是咱们的东西一点都不要碰 咱们有什么就吃什么 我和你爸好好挣钱 以后咱们买更多好吃的 行不? 妈妈给我和妹妹两毛的零花钱 我擦干了眼泪 带着妹妹去了小卖部 不过从这以后 我很少再去奶奶家 偶尔去的时候 爷爷递给我一包水果干 我也不要 姑姑出嫁时 我和堂哥都上小学了 她穿着一身红色的套装裙 画着好看的妆 我本来想悄悄告诉她 她真好看 可我刚走进她跟前 她一把推开我 把我身后的堂哥叫到旁边 让摄影师帮她拍照 我站在一旁捏着衣角 心里十分难过 姑姑上车时 抱着堂哥和堂姐 哭得不能自已 她说她出嫁了 最舍不得的 就是他们邻居郭大娘 把我把车边推了一下 想让姑姑也抱抱我 我慌忙后退几步 我虽然小 但还是分得亲 姑姑是讨厌我 还是喜欢我的 既然刚才已经尴尬了一次 为什么还要尴尬第二次呢?姑姑出嫁后每个月都要回娘家好几趟 回来时必然会给堂哥堂姐带很多好吃的 有一次我们一块去上学 堂哥从书包里拿出两包方便面 其中一包递给我时说道 这是姑姑给我买的 她说 让我千万不要给你和妹妹 我问姑姑为什么 她没说 我不想让姑姑生气 所以你不要告诉她 我给你零食 我想起妈妈叮嘱我的话 把方便面放回了堂哥的书包 堂哥比我大三岁 从小成绩就好 我们偶尔会在一起玩 我读四年级的时候 堂哥在家学骑自行车 那时候我已经会骑了 可他怎么都学不会 只好让我教他 那天下午 堂哥学会后 得意地对我说 咱们骑车去姑姑家吧 姑姑见了我们肯定会奖励我们好吃的 我不知道姑姑家在哪 堂哥拍着胸脯说 他知道他去过很多次 路线非常熟 我们一路上走走停停 骑了半个小时左右 才到 姑姑看到堂哥会骑自行车 直夸他有出息 有本事 堂哥告诉姑姑 是我教诲他的 姑姑瞥了我一眼 没说话 临走时 姑姑给堂哥五十块钱 堂哥以为是给我们俩的 转头对我说 一会咱们去小卖部 我分你二十五块 姑姑的脸色瞬间难看下来 他将五十块塞到堂哥口袋里 又从自己的口袋里找出五毛递给我 说这五毛是给我的 那五十块是奖励堂哥考试考得好 专门给他的 我要是有骨气就不能花堂哥的钱 我骑车骑久了 嗓子干渴 我本来想拿着五毛买汽水喝 可姑姑说的这番话让我心里很不适滋味 我把钱还给他就骑车走了 后来路上可得厉害 去别人家喝的井水 堂哥从小到大成绩都好 高考时分数线比一本分数线还高五分 爸妈和爷爷奶奶都给堂哥买了东西作为奖励 姑姑很自豪 直接给堂哥一千块 那天姑姑特意从我家门前经过 对我和妹妹说 你们俩也要加油 你 你们要是考上一本 我也给你们一千 不过要是考不上一分 没有我成绩普通 直到自己拿不到这笔钱 也不去奢望 我高考后读了普通的大专 毕业后和大学宿舍里的几个人一块创业 我们开过快递站 摆过摊 折腾了几年 挣了些钱后合伙开了一家机械厂 厂子不大 我们几个人一年能分到二三十万左右 三年前 我爸心脏做了手术 我不想离家太远 就在县城做数控车床 我和老婆一起干 我爸帮我打下手 我妈负责带孩子 虽然辛苦 但日子过得还不错 眼看着我买了房子买了车 堂哥的未来却十分迷茫 他大学毕业时考了公务员 好不容易考上了 大娘和姑姑觉得 堂哥要去工作的地方离家太远 劝他放弃了 姑姑说 以堂哥的能力 考离家进的单位肯定也没问题 可接连几年 堂哥再也没有考上过 大伯身体不好 前几年就在家休息了 家里就指望着地理的收成过日子 堂哥在一家公司当家交 除去生活开销 每年也剩不下钱 由于买不起车和房 到现在还没结婚 去年奶奶去世 我和堂哥都回去了 姑姑看到我时 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问我要了联系方式 还嘱咐堂哥跟我学 他本科毕业 现在却过得不如我姑姑 话里话外有些看不起堂哥 堂哥低着头不说话 我看不过去 大着嗓门说 人这一辈子可千万别瞧不起别人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谁也不知道以后怎么样 要想让人尊敬 先学会尊重别人 我讨厌姑姑的视力眼 平时和她也不联系 这次老婆生二胎 姑姑突然给我转红包 我虽然没收下 但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果不其然 老婆出院没几天 姑姑就提着东西登门了 姑姑说她大儿子准备结婚了 但是买房还差点钱 希望我借他们几万块 老婆说道 姑姑 我刚生完孩子 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我们还没问您借呢 您却找上门了 我觉得您之前对孙征涛说的一句话特别对 这做人哪要有骨气 别人的东西不要惦记 我们不管过得再难 都没麻烦过您 您也就别为难我们了 姑姑尴尬得脸色通红 和我妈说了几句话 就匆匆走了 虽然姑姑是长辈 也是我爸的亲妹妹 但是我并不后悔拒绝帮衬她 人这一辈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都要真诚相待 都不能太嘚瑟 不然真的遇到难处 想让人帮都无人可依靠 朋友相处是如此 亲情也是如此 朋友们 你们觉得呢? 欢迎留言评论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打脸老板后和甲方列车公司 人人都以为我暗恋许燕 就连她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毕竟在她最落魄发不出工资来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在给她贴钱打工 现在公司好转了 她又召回了她的女神 她成了我的上司 接过了我所有的工作 我彻底寒心 转身辞职 他们在我背后避避地球 离了谁都照样转 甚至还按戳戳造黄瑶污蔑我 后来他们才发现 没有我公司还真赚不起来 南城的单子真的签下来了 这单金额一个小目标 之前想都不敢想 呜呜 太激动了 桑姐太帅了 一出马就拿下这么个大单 一亿啊 真的是一亿啊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小莫一进公司 兴奋地跟同事们嚷嚷 我与许燕跟在她身后 她是许燕的助理 我们刚刚签完南城合同回到公司 南城这个项目是块唐僧肉 不仅本师的同行都参与了竞标 外省市的大企业也都有参与进来 竞争异常激烈 我们公司只是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小公司 规模和声誉与大公司相差甚远 为了这个项目 我带领团队加班加点搞了几个月 终于制作出一份满意的方案 几轮竞标下来 我们近乎完美的方案 以及我在竞标环节精彩的对答和讲解 给南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终南城的沈总说要把项目交给我做 今天我们一行人去了他们公司 签完合同 小莫激动的情绪感染了在场的每位同事 大家纷纷站了起来 向我和许燕表示祝贺 许燕也发表了一番雄心壮志的讲话 末了有人打趣地问许燕 许总是不是做完这一单 我们就能喝到你和桑姐的喜酒了 是啊是啊 公司从无到有 都是桑姐不离不弃地陪着许总 真的吗? 许总和桑姐终于要修成正果了 许燕愣了一下 她看了我一眼 面色尴尬 轻轻咳了一声 我见状打断他们的调侃 说什么呢? 完全没有的是 你们别想了 我和你们许总就是纯纯的同事关系 许燕笑了笑 想喝酒还不容易 大家最近也都辛苦了 今晚全体同事聚餐 酒水管购 如今接了个这么大的单子 许燕变得底气十足 晚上聚餐还未下班 许燕自己开了车先走了 说是去接个朋友一起来聚聚 我没多想 下班后领着其他同事去饭店 我们走进包间时 许燕已经等在那里了 坐在她旁边的还有简宁 他们俩靠得非常近 脸上笑意盈盈 许燕的眼睛像是粘在简宁脸上似的 简宁很漂亮 穿着一袭白色的连衣裙 皮肤白皙 一头金色的蓬松长发 慵懒地披在肩上 像朵人间富贵花 看到她的那一刻 我愣了一下 她微笑着跟我打招呼 桑鱼 好久不见 确实好久不见 我回过神来 坐了下来 其他同事都不认识简宁 但看着简宁和许燕亲密的样子 都神色尴尬 颇为担忧地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她们在担忧什么 无所谓地笑了笑 简宁以前也是这家公司的员工 我在入职这家公司时 简宁是许燕的助理 说是助理 其实就是打印一下文件 其他时间不是在串门聊八卦 就是在刷手机 可以说是无所事事 还拿着高薪 当然她敢这么做是因为她的美貌 且许燕是她的忠实舔狗 愿意摆养着她 三年前 由于行情不好 公司经营状况急转直下 入不敷出 简宁可是第一个跳出来被赐许燕的 她与许燕在同一间办公室 离许燕最近 所以 先我们一步知道公司没钱了 然后她把这个消息告诉好多同事 还煽动他们辞职 当时公司还有一些项目在做 许燕抵押了房子 再跟银行贷款 又四处拉融资 如果继续做下去 应该还能撑一段时间 等待新的项目或者银行的贷款和融资 但简宁经这么一大次宣传 人心一下子都散了 一时间 所有员工纷纷走人 进行中的项目无人接手 都烂在手里 还被索要为约金 后来只剩我一个员工 公司账上是一分钱 也没有了 现在的同事都是去年和今年新招的 他们都不认识她 本以为通过几年前那件事 许燕已经看透简宁 没想到现在竟然还能坐在一起 心平气和地说说笑笑 大家都坐下来吧 我介绍一下 许燕指着简宁跟大家做着介绍 这位是简宁小姐 她会在下周一入职公司 许燕一句话把我又乍蒙了 一旁的小莫见我脸色不好 扯了扯我的衣角 低声劝慰我 桑姐 别难过 哎 她不知道我难过什么 对于简宁的人品 我内心万分抵触 她当时走的场面很难看 当时她跟我们说 以后肯定不会再回来了 我想不通 许燕明明应该是最恨简宁的人 为什么还要把她招回来 桑宁 你怎么了 简宁看向我 说起来我还真羡慕你 羡慕我什么 羡慕我贴钱打工 还是羡慕我累死累活 羡慕你竟然混成公司元老 也开始做领导了 像当初你还是刚毕业 什么都不懂的新人呢 早知道我当年就不离职了 要不然早就是简总了 是不是啊 许总 简宁语气娇称 看着许燕笑叶如花 许燕眉眼都带着笑 看向简宁的目光带着一丝宠溺 是是是 简总说得对 简宁脸色微红 伸手在许燕身上拍了一下 你可不许敷衍我 呃 哪敢看着她俩旁若无人的打情骂俏 其他人都进了声 大家都很不自在 我内心想骂娘 简宁 这几年 你去什么公司了 简宁面色一致 变得支支吾吾 就是出国了 去的哪国 去的东南亚 桑宇 你今天怎么阴阳怪气的 许燕呵斥着我 你有什么不满 可以当场说 我默默地翻了个白眼 简宁笑着推了许燕一下 你别说了 桑宇只是好奇问问 不过 桑宇我认识一个朋友 也姓桑 他是宁城桑家的人 你们家跟那边有渊源吗? 宁城的桑家是全国富豪榜排名前十的家族 我倾壳一声 肯定有的 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哈 你可真幽默 我想也是 你要是宁城桑家的 怎么会来许燕的公司? 第二天早上 我与客户有个现场会议 所以没进办公室 下午进公司后 许燕将我叫到办公室 简宁和小莫都在 小莫的脸色很不好看 难道简宁又要来给许燕当助理? 那小莫怎么办? 心里暗道 要是小莫不给许燕做助理的话 就来我这边好了 她很好学 有积极阳光 我挺喜欢她的 桑鱼 现在正式给你介绍一下 简宁会在本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一职 以后你的工作都向简宁汇报 现在不是正好拿下南城这个项目吗? 这样 这个项目由简宁主导 你从旁协助 我愣了愣 瞪着许燕 用眼神质问她 你确定? 简宁伸出手桑鱼 希望以后合作愉快 我压制着内心的一万匹草泥马 机械地伸出手 刚才还在担心小莫失业 结果是自己被降职了 公司很小 到现在就三四十个人 内部并无分明的职级关系 但这几年来 具体业务方面都是我一手负责 许燕统领公司综合运营 现在简宁一来成了我上级 就等于是给我降职了 我对职位并不是那么看重 我不爽的原因是简宁根本不能胜任这一职位 我的脸色很臭 许燕让简宁先去她自己办公室 把我留了下来 桑鱼 你对简宁有意见 许燕清可以声 桑鱼 我觉得我们是纯正的同事的关系 你想说什么 我喜欢的是简宁那种长相的姑娘 许燕面露愧疚 桑鱼 这些年来 你为公司尽心尽力我都看在眼里 作为老板 我很感激 只是我对你并无男女之情 所以桑鱼 实在抱歉哈 你在说什么 你不会以为我喜欢你吧 许燕眼神闪躲 脸色微红 桑鱼 你是个好姑娘 你一定会找到更好的 许总 我跟你否认几百次了 你为什么那么坚信 我对你有意思呢 所有人都认为我爱他入股 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解释了无数遍 没人相信 以为我是害羞 后来我就干脆懒得解释了 你喜欢简宁没问题 但是你不应该公私不分 咱们这个行业最忌讳外行领导内行 他又没有行业经验 你怎么把这么一个重要的项目交给他来主导 这不是还有你吗 桑鱼 我对你很有信心 再说了 简宁这几年虽然没上班 但是都在研学 他还不熟悉 你多协助协助 我不同意 你要追他 用个其他职位把他供起来都行 但不能让他来主导项目 况且他的人品也有问题 当初就是他四处宣传 公司要垮了 许燕臣满脸不信 我没亲眼看到 你不要说了 简宁是个很简单的人 不是姓简 就表示他简单了 桑鱼 我是老板 OK Fine 我冷笑一声 出了许燕的办公室 回到座位 小刘走过来 很是气愤 桑姐 你的办公室被腾空了 什么 谁让腾空的 我一下子气血就涌上头 是许总 他说 反正你也不怎么用那个办公室 所以就给简总用了我书架上的材料和文件呢 我知道的时候 他们正在往外扔 我知道那些是你的宝贝 所以抢了一些先挪到小杂物间去了 那间办公室我都是用来放重要的材料和模型以及文件的 这些东西都是我收集整理了很久的 是我这几年的心血 我生怕其他人弄乱 特意锁了起来 自己办公都是挤在开放式办公区 没想到许燕都没跟我沟通 就把我的办公室给撬了 我走到小刘说的小房间 看到材料和文件夹乱七八糟地扔在地上 我一件一件捡了起来 整理一番后 还是有好几个文件 待死活找不到 我冲到那间办公室 办公室已布置一新 添置了很多高档家具 看来许燕为了讨好女神 还真舍得花钱 简宁正在指挥工人再挂一幅油画 高一点再右边一点 可惜了 好好的办公室非要挂一幅劣质艳品画 咦?桑鱼你来了? 快帮我看看这幅画怎么样? 简总 我不会欣赏 也是桑鱼 你从小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熏陶吧? 简总 我之前放在这里的文件 还有几个文件袋找不到你来找文件的 我让它们都扔掉了呀 扔到哪儿了? 这我怎么知道? 我让别人扔的 我冲到楼下垃圾桶 没有垃圾桶里面是刚换过的 我顿时火冒三丈 回到公司后去了许燕的办公室 许总 你要把我的办公室腾给简总 那也得提前打个招呼吧 桑鱼 你今天吃火药了 你难道不知道那些材料有多重要吗? 也对 许燕已经几年没实际操作过实际业务了 这些年都是我一人在操心 有多重要 又不是什么合同文件 能有什么影响 那是我收集了好久的 那你再收集一次吗?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间办公室你又不用 我给简宁也算不浪费了 你不要每次都针对简宁 她比较单纯 神奇啊! 单纯 我当着她的面翻了个白眼 对了 跟你说 一下你手下那几个员工 小刘 小和 还有冯敏 杜娟他们几个 我都画给简宁用了 他们几个业务比较熟练 以后他们的工作任务 都归简宁馆 这几个人是我一手招进来 培养起来的 能力都不错 看来许燕为了女神 还真是绞尽脑汁 哼 你不是把我也画给她用了吗? 你要是少人 可以再招些新人 不必了 老娘不干了 许燕一听说我不干了 她的脸色沉了沉 桑宇 你以为我们晨光是离不了你吗? 发什么脾气 这些年贯的你 我只不过调几个人给简宁用 值得你生这么大的气 再说了 你要是少人 重新招几个不就行了 不要拿辞职威胁我 没有一个人是不能被取代的 许燕是笃定我不会离开公司的 毕竟在发不出工资的那一年 连我的社保都是自己贴钱交的 那个时候我都从来没提出来过要辞职 这几年来 我兢兢业业 一心扑在工作上 即便现在公司发展起来了 我也没有向她索取高薪报酬和公司股份 同事们都以为我暗恋许燕 他们认为只有爱情才能让一个人毫不计较的付出 显然 许燕也是这么认为的 她认为我爱她 不可能离开她 我提离职 她只当我是在威胁她 深吸几口气后 我压下心中的怒火 正了正神色 许燕 既然你存心打压我 架空我 那么就不要把话说得这么冠冕堂皇吧 不过说实在的 你这点资产我还真不放在眼里 如果你聪明的话 大可不必这么急着收权 离职通知书一会就发给你 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她的办公室 身后传来许燕的咆哮 桑鱼 你最好说到做到 我在公司的话语权越来越高 许燕作为老板 实际上心里是越来越不爽的 她现在想消掉我的一部分权利也很正常 现在简宁回来了 看她如今与简宁的亲密程度 她应该是已经快追到女神了 她把我的位子腾出来给简宁 既讨好了女神 又架空了我 公司被她二人牢牢掌控 而我沦为边缘人物 可谓一石二鸟 不过既然已经想把我架空了 还妄想拿捏我 让我继续为公司卖命 那只能说她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我回到位置后 同事们都神色各异地打量着我 苍姐 您跟徐总吵架了 我轻轻摇摇头 我离职了 说完迅速写了个离职通知单发给许燕 然后收拾我个人物品公司一下子炸锅了 同事们震惊又不舍 他们纷纷围了过来 怎么回事啊? 苍姐 你为什么要走? 苍姐走了之后准备去哪里啊? 我想跟着你 对 我也想跟着苍姐带我一个 我也要 看着眼前的同事们 我又有点犯难 他们都是我招进来一手培养的 大家相处愉快 离职最舍不得的就是他们了 我还没想好去呢 在这之前 同行业很多公司都有开高薪挖过我 但我又不缺钱 都婉拒了 只得先安慰他们 还不知道去呢 你们先待着 等我找到好去处 再叫你们 许燕和简宁听到了外面的喧哗声 都走了出来 许燕簇着眉头 面色铁青 朝我们这边吼道 都在干嘛 这是上班时间 你们都想离职是吗? 谁想走就走 我绝不会挽留地球 离了谁都会赚 公司也不缺你们几个人 简宁则笑着上前来拉着我 桑鱼 你还真辞职 没想到我一来你就要辞职 我是特别想在与你共识的 你一走我还真舍不得 两个人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还真默契 我不着痕迹地收回我的手 笑了笑 看来我们没这个缘分 说完拎起包 抱着纸箱 起身朝门口走去 简宁装了一会就憋不住了 阴阳怪气 有些人在公司混了几年资历 还真以为自己长本事了呢? 以前不也是公司混日子的? 谁不知道你啊? 其实她说得没错 我来晨光开始的时候确实在混日子摸鱼 后来有些想法变了 看到深陷泥潭的许燕 决定出手帮她一把 我止住脚步 转身看着她 你是在说我? 你说呢? 你不过运气好罢了 刚好赶上这两年行业复苏 做了几个项目就觉得自己牛气得不行 你这个位置就是放头猪来也能上天 我放下纸箱 拉了把椅子坐了下来 既然他们在我走的时候还非得恶心我 我也不介意跟他们再斗斗嘴 正愁一腔火气没处撒呢 我冷笑一声 猪都上天了 那你怎么不上天呢? 简宁脸煞食杖得通红 桑鱼 我只是打个比方 你不要把平台当自己的能力 公司给你的平台 你离开就什么都不是 嗯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 公司给我什么平台? 那你当时怎么不留下来? 那时候许燕都把房子抵押了 都快放款了 你几天都不愿意等 还煽动其他人离职 导致公司一下就垮了 这几年我兢兢业业 公司的所有业务都是我主导完成的 我的能力与否 你一个刚进公司的人 有什么资格评价我? 倒是你 这几年在东南亚 你能跟大伙具体说说你在干嘛吗? 我笑着看向简宁 简宁目光躲闪 简宁在那边读书 桑鱼 你不要老是对简宁怀有恶意 许燕走了过来 黑着脸斥责我 嗯 读的什么书啊? 我很好奇 有毕业症吗? 当然有的 简宁 把你的证书拿来堵她的嘴 省得她一天到晚不省心 简宁给我出示了她的证书 东南亚小国某大学的硕士学位 我拿过那张证 笑着给身边同事看 就这不是花钱就能拿证的吗? 还用堵? 人都知道的 花钱就能拿的证书 还拿出来耀武扬威 还真有意思 桑鱼你闭嘴 我看你就是酸 你不服气自己去拿一张硕士回来 徐总 桑姐本来就是普林斯顿毕业的硕士 一个水硕她 真不放眼里啊 小莫站在一旁 抢着替我回了句 你怎么知道吓唬谁呢? 普林斯顿的来我这小公司 简宁很是不服气 对 上次竞标还要查证书和资质 我才看到桑姐的是普林斯顿的毕业证 我也看到了 小刘也回了句 许燕的面色一致 憋了一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可从来没说我的学历了不起 在炫的不是你们吗? 许燕 你这种无脑舔狗还真是少见 你好自为之吧 听说简宁是许燕的学妹 她从高中就开始暗恋她 但简宁从未回应过她 她后来开了公司 公司虽然不大 但养简宁这个闲人还是够的 许燕为了方便自己追求简宁 把简宁招进了公司 虽然她掏心掏肺 简宁一直是不答应也不拒绝的态度 直到她公司资金出了问题 简宁第一个跳出来辞职 徐总 你也知道我消费高 这工资要是延迟发放 我可是活不下去的 简宁离职的那天 许燕失魂落魄了好久 作为吃瓜群众 我当时还纳闷 竟然还真有这么恋爱脑的男人 公司人走光之后 许燕又振作了起来 每天忙里忙外打了鸡血的样子 我以为她是放下了 没想到她这么拼命 也是为了重新赢得女神 她既然要和女神一起把我边缘化 那我别怪我不客气了 南城的项目可是有个附加条件的 没有我可不行 看来许燕现在对项目一点都不操心了 连合同都没认真看过 我走后 小莫是第一个愤愤不平的 她是许燕的助理 和许燕在一个办公室 她在微信上跟我吐槽后来的事情 许燕和简宁觉得我的影响太大了 我一走 同事们都没了积极性 他们想培养自己的势力 将老员工都边缘化 简宁接过了我手上的南城项目 但是她连方案书都看不懂 许燕让小刘他们几个给她讲解 他们讲了她还是听不明白 她又跑到许燕那里告状 许燕好不容易追到的女神 怎能让她受委屈呢? 但许总宠着她 大家也拿她没办法 他们已经公开了 整天在公司轻轻我我 于是许燕动不动就批评小刘他们几个 小刘已经气得打了离职报告了 但是许燕不肯放人 要他们交接完才能离职 许总现在一副恋爱脑的样子 为了方便和简宁亲热 把我赶出她的办公室 马蛋 她让我搬张桌子在她办公室门口办公 亏她想得出来 让我给她当专职守门员吗? 我才不干 我宁愿在家里待着 所以我一气之下就辞职了 后来其他同事又联系了我 在微信上幸灾乐祸地告诉我南城项目情况 南城的项目是南城公司第一次项目会议 公司高层非常重视 参加会议的高管就来了五六位 反观许燕的陈光公司老板 许燕都没来 只有简宁带着几位员工去了 简宁还迟到了半个小时 之前我在的时候 许燕一般只有签合同的时候 会代表出席一下 其他都是我全权负责的 这次南城项目会议 她也想不起来要参加 她已经习惯了 把项目上的事都交给我了 当陈光公司员工落座后 南城那边就非常不满 更不满的是我 竟然没有参加南城的沈总直接发问 你们陈光的桑小姐怎么不来 简宁只得含糊地说 桑小姐今天有事来不了 既然负责的桑小姐不在 那这项目会议下次再谈吧 并且如果不按时完工 你们陈光要承担所有损失 我当然不可能再去代表陈光参加项目会了 简宁只得支支吾吾地说抱歉 由于公司战略调整 南城这个项目已交由本人负责 沈总更加火了 她指着简宁说 请问你是谁? 我记得上次竞标都从来没见过你 你是空降来的吗? 之前做过哪些公司的项目? 对于产品的功能优化 你有什么意见? 简宁被问得哑口无言 只得结结巴巴求助般地看向一旁的小刘 结果小刘转移了视线 像是没看到一样 憋了半嗓 她胡说八道了一通 对方的高管听了直摇头 请问你是陈光 请来搞笑的吗? 简宁仗红了脸 低声说 实在抱歉 我也是刚刚接手这个项目 还不是很熟悉 会尽快努力学习了解项目的 她的话把南城的高管们逗乐了 你当你是小学生呢? 一亿的项目 你说你来学习了解的 我现在严重怀疑 你们陈光公司欺诈违约 甚至之前的桑小姐 是不是根本就不是你们公司的? 她之前当然是我们公司的 只不过她离职了 简宁一时嘴快 将我离职的势头口而出 那很抱歉 这个项目你们违约了 签合同的时候有个附加条件 那就是必须由桑鱼小姐代队完成 既然你们桑小姐离职了 我看也没有继续合作下去的必要了 你们作为违约方 必须按照合同支付百分之三十的违约金 沈总愿意将项目交给我做 看重的完全是我个人的能力 至于陈光 在业界根本没什么名气 简宁一听要赔钱 傻眼了 哆哆嗦嗦打电话给许燕 许燕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百分之三十的违约金就是三千W 把公司卖了都杯水车薪 在南城项目 之前做的项目一般都是一两百万的小项目 偶尔有个大点的也不会超过一千万 我们这行业别看项目金额都挺大 但是利润率并不高 所以公司还清之前的负债后 目前并没有多盈余 许燕跑到南城集团 跟沈总一再保证 说我下周一定重回工作岗位 桑鱼只是去休假了 没有辞职 下周就要回来的 我保证不耽误项目进度 她给南城保证的时候 内心还是很笃定的 觉得我肯定会再回去的 许燕从南城回来后拼命给我打电话 桑鱼 你闹够了没有? 回来了 回去是不可能回去的哈 许总 我可是辞职了 我可是听说你没入职任何公司 不就是等我们开口邀请你回来之后 我没有接其他公司 而是回家休息了一段时间 朋友圈经常晒吃喝玩乐的照片 可能这给了她我还会回晨光的错觉 许总 我对贵司还真没兴趣 你TM真辞职 这不是要搞死我吗? 南城那个项目 你不回来 我要破产了 这个项目合同上有附加条件 你也没说这项目不是你强行从我手上拿过去让简宁负责了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 合同条款都在你手里 还要我一条一条指出来给你说 你是脑残不识字吗? 桑鱼 你闹也要有个分寸 现在火烧没毛了 你还摆什么谱? 不是我要搞死陈光 是你自己与我无关 拜拜 不要打电话了 说完我就挂了 后来她继续打 我没有在接 直接将她拉黑了 我拉黑她之后 听其他同事说许燕还去我的公寓楼下蹲了我几次 她又借用了其他人的手机拨通了我的电话 桑鱼 求你了 我现在在你家门口 你开开门 我们聊聊 电话那头传来砰砰砰拍门的声音 我回老家了 回陈光的事不要再提了 拜拜 我挂机之前 听到对方气急败坏的吼声 桑鱼 你TM真是无情无义 许燕这倒打一耙的本事 挺让我瞠目结舌的 后来听说许燕在南城求了好久 对方终于同意将赔偿金从百分之三十降低到百分之十 陈光这两年累死累活挣的钱都拿去赔给南城了 还被南城纳入黑名单 而南城决定重新招一次标 从老家回来 我参观考察一些的公司之后 婉拒了他们的高薪邀请 决定自己创业 开了家公司 取名羽扬 我开公司的消息一出 之前的同事都纷纷给我发消息求收留 他们都是已经从陈光离职了的 陈光在南城项目上赔钱之后 裁了一大半的人 小刘他们几个也被简宁裁了 现在公司又只剩下十几个人 大部分还是简宁新招的 许燕可能是觉得当初我一个人能把公司撑起来 她和简宁也可以 我的公司开业那天 之前的客户纷纷送来了花篮表示祝贺 一大堆的贺礼中 不知什么时候躺了个花圈 小莫看着那黑白色的花圈 吓得语无伦次 脸都白了 我淡定地捡了起来 撕碎扔到外面垃圾桶 没事 都是纸而已 怕什么? 咱们行得端暂地直 那些痴魅王良 只会在背后搞一些不入流的把戏 南城的项目重新放出来竞标 这一次我们一轮就拿了下来 正当我们家族玛丽开竿的时候 网上和行业论坛上开始流出各种不和谐声音 主要是攻击我的 说我拿项目都是靠税上去的 你们想想 为什么南城这个大项目每次都给了桑鱼? 他桑鱼有什么过人的本事吗? 没有 在陈光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是啊 我记得南城第一次招标 沈总就指明让桑鱼带项目 第二次招标一轮就把项目给了桑鱼 这不得不怀疑沈总和桑鱼有某种交易 还能什么交易? 桑鱼年轻貌美 能靠的也只有他一身皮囊了 听说他很喜欢陈光的许燕 你猜许燕为什么不要他? 小莫指着网上的八卦 非常气恼 桑姐 你看这些人信口雌黄 真恶心 气死我了 我一定要上去骂死他们 别了 与他们斗嘴只会浪费时间 这些人明显是妒忌我们 咱们现在要把精力都投入到项目上 就是南城的项目 是咱们宇阳的第一个项目 咱们做得漂漂亮亮才是最大的打脸 我给同事们开了个会 让他们先不要理会网上的谣言 对 对方的目的就是想干扰我们 我们如果把精力放在与他们私壁上 岂不是上他们的当? 况且 光靠这些就是报警 也并不能把对方怎么样 最多就是个赔礼道歉 我要的是一击致命 我们这边按兵不动 专心做项目 没有对网上的留言做任何回复 南城那边也没有任何回应 就当不知道一样 项目在双方的努力下 有条不紊地推进着这个项目 我们想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和工艺设计 跟沈总商量时并将新技术的优点都介绍给他 沈总听说我们的介绍后 觉得非常有发展潜力 将情况汇报到南城公司所属的安南集团总部 此事引起了集团总部的重视 他们集团 CEO顾总对我们这套技术非常感兴趣 要来我们与杨拜访 甲方爸爸来拜访 我们只能扫踏相迎 公司会议室 眼前的年轻男子带着金丝镜矿 长相斯文清朗 你好 我是顾骏 我愣了一下 一旁的沈总为我解惑 这是我们CEO顾总 我一直以为安南集团的CEO年纪应该至少有四十多岁了 没想到还这么年轻 看上去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能看一下你们的设计图吗? 这位顾总接过我的设计稿 煞有介事的 看起来 我原本以为他只是想稍微了解一下 没想到他将已完成的设计图全部看了一遍 边看边问我问题 有时候也会提出自己的意见 整个过程化不多 但简洁 问的都是关键点 我心下了然 难怪人家能年纪轻轻就接管公司呢 是有两把刷子的 终于了解全面之后 又问了一些我个人专业求学方面的问题 最后才给出确认 允许我们采用新工艺 因为这项技术是第一次使用 大家都不是很熟练 每一个步骤都要调试多遍才能得出最合适的参数 我们全公司都付出了全部的精力铺在这个项目上面 这也是网上有我的谣传 我让大家不理会的原因之一 实在抽不出时间来 倒是安难的顾骏在某次项目会议结束后 问我需不需要他帮忙处理网上的谣言 那时候谣言已经快平息了 所以我婉拒了 顾骏对我们的新技术很重视 每次项目会议他都会亲自飞过来一起参加 当然 双方的会议也并不一直是和谐的 我们都是独立有主见的人 经常会为某个参数问题争吵不休 丧鱼 我还是认为这个比例调小一点比较合适 顾骏鞋靠在椅子上 揉着眉心盯着我的脸 肯定是大一点好 后续的工艺不好衔接 你没实际做过项目 没考虑到后面的问题 我想也不想直接拒绝 为了这么个问题 我们已经争执了一个小时了 我并不是那种对甲方唯唯诺诺的一方 技术上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 顾骏看着我突然笑出声来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妥协了 好吧 伊尼 真没见过你这么强势的一方 你这个项目要是做出来让我不满意 我可是要赔偿的 这位顾总好像话里有话 但我已经来不及细想了 经过无数次修改和打磨 通宵达旦奋斗了将近一年后 我们终于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项目验收那天 行业专家 安南集团的技术总监 以及顾骏都来了 我们的成果得到了安南集团相关专家的一致好评 顾骏把我们列为全集团的优质供应商和战略合作伙伴 表示以后集团内与我们行业相关的项目都会优先考虑我们 安南集团也是财富榜五百强公司 在国内甚至国际上都非常有影响力 得到他们的认可 直接奠定了我们行业领先地位 这当然又引起了同行的急恨和悔疤 之前造谣的人早已按捺不住了 没过多久 网上报出来我和沈总一起吃饭的照片 还有一段小视频 视频里是吃完饭后 我们一同朝酒店走去南城二次招标之前 桑鱼与南城沈总约会 文章有鼻子有脸地说 我早就棒上了沈总 这次约会后 我们又一同去酒店开了房 南城的第二次招标只是走了个行事而已 甚至还有人说我为了拿到项目 给多家公司的老总当情妇 你们不奇怪吗? 桑鱼这个人之前在晨光两年之内 不声不响 就能拿那么多单子 到底怎么做到的? 他自己出去单干 就能立马成为安南集团的战略合作伙伴 这里面没有猫腻 谁信? 你们信吗? 反正我不信的 我也不信的 还有几个匿名 ID在下面评论桑鱼吗? 我知道的 之前拿我们公司的项目 主动在酒店开好房等 我们老板的 你们说的是之前晨光那个桑鱼 我有印象 吃饭的时候就做到我们老板的大腿上的 谣言像病毒一般愈演愈烈 如果之前的谣言只是行业内小范围流传的话 这次的谣言是直接发布到本地生活论坛上面的 安南集团当时将我们列为战略合作伙伴时 是上了本地新闻的 电视台和一些媒体有对我做过访问 所以我也算是有了一点知名度 难怪呢 我说这么年轻 原来是早就棒了老头了 之前看对他的采访感觉好励志 万万没想到竟是这样得来的 亏我把他当偶像 现在只想呕吐 随后 我的个人照片、公司地址、电话等都被人报了出去 公司电话都被打爆 我个人手机只得设置聚接陌生人来电 我们第一时间报了警 但是谣言却没有马上停息下来 有一些蹭流量的网红特意跑到我们公司门口直播 有个小网红还硬要对我进行所谓的采访 请问桑鱼小姐 网上流传的一些有关您的言论是不是真的? 什么言论? 关于你与南城的沈总的绯闻 我说是假的 你信不信? 网红愣了一下 呃 看着他迟疑的眼神 你心里早就认定是真的 还非得要打着采访的口号来给自己刷流量 这种做法我可不认同 你既然不是真心采访 那你走吧 另外 你在我们公司前面大声嚷嚷 不觉得是件非常没素质的事情吗? 不仅影响我们同事 还打扰到周围公司的人 网上还是有些头脑清醒的人 网红的弹幕上开始出现一些理智的评论 这完全就是蹭流量的脑残 华众取宠 不管桑鱼怎么样 这人在别人办公室喧哗 就是喽 我看桑鱼说话不卑不亢 有理有据 比这网红素质高多了 网红只得匆匆下线 离开了我们办公楼 眼下 我们正在准备安南集团在滨海市的项目招标 这个项目比南城更大 项目金额达五亿 我们是他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可以免去前几轮的竞标 只需参加最后一轮 但目前的舆论环境对我们很不利 最后一轮招标会那天 我带着几名骨干一起参加 没想到在现场竟然还遇到许艳和简宁 陈光公司是被安南集团拉黑了 但是他们又新注册了个燕宁的公司来参加竞标 桑鱼 听说你们现在业务开展不下去了 这样我们考虑收购你这公司 你出个价 许艳一见我就提收购的 是 口气还真不小 我翻了翻眼皮 二位请滚开 十亿够不够 不够的话还可以谈 许艳自信满满地看着我 桑鱼 十亿不少了 不过你得把你们搞的那个新技术交出来 一上来就开价十亿 我可不相信她自己能有这个钱 最近一年都在忙项目 没空关注许艳和简宁 但我知道网上跟我有关的谣言肯定与她有关系 说了不考虑了 听不懂人话 小莫上前感人 桑鱼 你不卖 等别人搞出来了 你的就不值钱了 你开这公司说不定一辈子都赚不到十亿 女人要多爱护自己 拿着这些钱天天去护肤保养 打扮得美美的不好了 你看你 听说每天熬夜皮肤都发黄了 许艳和简宁一唱一和 我笑了笑 十亿真不多 我现在就能拿出来 简宁故作惊讶 尖着嗓子大叫 桑鱼 你说梦话 你现在就能拿十亿 我这公司注册资金就十亿 使缴金额 不像某些空壳公司 全公司上下就剩你们俩人了吧 小莫挡在我身前 毫不相让 简宁一听 我们公司十脚十亿的注册资金 非常兴奋 像是打了鸡血 朝着台下的记者大声嚷嚷 各位网友作证 这位桑鱼小姐在晨光工作四年 总薪酬加起来不到五百万 却能一口气出十个亿注册公司 那么钱是哪里来的 我就说 你帮大款 你还不承认 是不是南城的沈总 我去年看你们约会了 台下的记者们都将镜头对准了我 这位桑鱼 就是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那个 他可是姓桑 有没有可能是宁成桑家的 不好说 我倾笑一声 所以简宁 就是你在网上造我的谣 那些视频是你偷拍放上去的 我 我没有 简宁表情慌乱 矢口否认 不承认没关系 南城公司和我们都已经报警了 现在是法治社会 在网上造谣声势 照样要受到法律制裁 你报警我也不怕 许燕丝毫不慌 语气很是嚣张 脸上就差写着 我有后台四个字 台下有记者对着我发问 那么请问桑鱼小姐 网上流出来 您与沈总吃饭并走向酒店的照片 是否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淡定回应 台下哗然 不过我想补充一点 走向酒店是我去酒店 沈总和我同路 她只走到交叉路口 就下去商场的地下车库了 桑鱼 那你能解释一下 刚才你们说公司注册资金 十缴金额十亿的事吗 许燕还在紧咬十亿这个问题不放 显然她是受刺激了 看着许燕 我突然笑了 我爸给的这个回复满意吗 是金主爸爸吗 我摇了摇头 许燕你真蠢 头上绿的发光了 还咬着找我的茶 是桑月叫你来的 你这么得意 也是觉得找到桑月这个后台 你认识桑总 你说不仅认识还很熟 我话一说完 台下议论纷纷 难道她真是宁城桑家的? 也有可能蹭热度 听说桑鱼以前只是许燕手下的一个小员工 可能是富二代体验生活 这时 安兰集团的高管们在后面忍不住了 沈总因为南城项目做得好 已经提拔到总部担任集团高管了 她走了上来 拿着话筒解释了谣言中的照片和视频的真实情况 是这样的 桑鱼小姐在参加南城第一次项目招标的时候 她的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得知她从陈光辞职后 我想把她挖到南城来 但她婉拒了 我只好约了她吃饭 想说服她 显然没有成功 桑鱼小姐是个非常有想法的一个人 你们要说棒 各位太抬举我了 应该是我想棒桑鱼小姐才是 以她的能力和才华 以后定是一名优秀的企业家 所以是我想交好她 以后混不下去了 还希望桑小姐能收留我这个糟老头子 所以桑鱼 你能解释一下你哪来的实意吗? 许燕还是起着哄 顾俊走了上来 冷冷地冲许燕说 想知道吗? 那我告诉你 桑鱼小姐是宁城桑家的大小街 满意了吗? 看来顾俊对我做过调查 显然我的一切她已了如指掌 她的话一出 所有人都蒙了 许燕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但声音被淹没 而简宁则脸色惨白地站在一边 你们不是一直想找桑鱼的麻烦吗?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 这一年以来 你们俩在网络上毁谤她 证据已确凿 我们已经向警方提起诉讼 顾俊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面色灰败的许燕和简宁 别以为找了桑月当靠山就高枕无忧了 桑月是什么货色? 顾俊说完 甩出一打照片 扔到许燕面前 照片上都是简宁和桑月的各种露骨照 许燕捡起一张 低头看了一眼 脸都绿了 一时无法接受 贪在那里没再说话 小莫站在一旁不嫌是大 把剩下的都捡了起来 故作惊讶 大声嚷嚷 简宁 这是你呀 好性感 好奔放呀 你的身材好棒 前凸后翘的 你这是在东南亚吗? 你在那边 只要穿着比基尼赔那些富豪晚 就可以赚钱吗? 简宁满脸账得通红 语无伦次说不出话来 没意会发疯似的 跑过来抢照片 小莫一把将照片都扔到台下 我和小莫都散开 简宁这才看到一脸失魂落魄的许燕 老公 我那都不是真的 再说了 那是我以前的事 和你在一起后 我再也没有做过了 老公 你相信我 绿帽子还分身绿 浅绿 荧光绿啊 许燕第一次破产 不就拜你所赐吗? 你敢发誓 不是桑月指使你这么干的? 我淡定地补了一刀 简宁 桑鱼说的是真的吗? 老公 我我我错了 桑月是我堂兄 我大伯的儿子 吃喝嫖赌全战 却还想接手我爸的公司 理由是丧家 就他一个男的 我爸在公司上雷厉风行 但是在亲情上有点拎不清 我大伯一家全靠我家养着 一直来我家打秋风桑月 本事没学会 只学会了花钱 我们家的产业跟我所学专业没多大关系 我研究生毕业后想创业 干点与专业有关的事情 但我爸不允许 他说现在创业风险大 只想我按部就班结婚生子 据说我刚出生就被定了娃娃亲 但是我一直很抗拒 工作方面 我爸让我要么回家从基层做起 要么自己去打个工 或者去体制内 只要不创业就行 因为他有个朋友退休好多年了 女儿女婿创业失败 亏了十几亿 家产败光 老人家七十多岁了 还要卖别墅给女儿还债 我在最迷茫的那年 远离宁城 来到现在的城市 随便找了个跟我专业有关的小公司混日子 但入公司没几个月 晨光就不行了 我本来就是混日子 垮不垮 发不发得出工资我并不关注 我不靠工资过日子 所以 在公司只剩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甚至觉得摸鱼更加方便了 后来没多久 在桑月发的朋友圈里发现简宁的身影 我突然想到简宁离职前的被刺是不是桑月的指使 如果是桑月 那肯定是针对我的 她从小就见不得我好 她干出这些事我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我连累了许燕 公司的倒闭 我内心有点愧疚 许燕在公司只剩我一个员工时 消沉了一阵子 又很快振作起来 每天起早贪黑 她这种精神让我很佩服 那时候她有时候为了充门面 让我陪着她出去见客户 有个男客户见我年轻漂亮 想对我毛手毛脚 许燕铁青着脸把我护在一边 后来宁愿不要这笔生意 也坚决拉着我离开了 这是以后 我突然决定努力帮她一把 同时也想跟我爸爸证明我从零开始也一样可以 这也就是我这几年来不计较地帮助许燕的原因 我从晨光离职后 我爸倒是想通了 给了我十亿 让我去干自己喜欢的事 桑月不知道从哪里又知道了 又联系上早已被她甩掉的简宁 伙同许燕一起来污蔑我 在竞标发布会那天 许燕和简宁已经被警方带走立案调查 桑月也被供了出来 桑月被查出薅了公司几十亿 大部分已经被她挥霍了 我爸爸有点伤感 后来又看看了 既然不学好 就让社会教她做人 以后就当没这个侄子 我爸爸也意识到 伯父一家的贪婪 从此断了与他们一家的来往 安南集团滨海项目竞标结束 我们又一次拿到了标的 这次竞标所有的行业大厂商都来了 我们的方案又一次胜出 宣布我们中标 那天我爸妈也特意飞过来祝贺我 顾俊将合同递给我签的时候 我爸说看我女儿女婿多般配 我疑惑地看向顾俊 她笑意盈盈地望着我 伸出手来 阿渔 我是顾俊 合作愉快 我迟疑地伸出手来 她紧紧握着我的手 不肯再松开 顾俊就是我给你订的娃娃 亲 看她多好 不比那个许燕强多了 我爸冲我嚷嚷 我跟许燕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信阿渔眼光高 肯定看不上她的 顾俊侧头看着我 萌色温柔 你说得对 我点点头表示赞同 不过你们都知道 为什么就我不知道 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顾俊就是和我订娃娃亲的人 每次来你家你就跑出去玩了 旁边的男人声音有点委屈 南城项目的时候为了见你 每周飞两次来看你 你却一直没心没肺 你又不说了 你答应吗? 你怎么知道我不答应? 顾俊的耳根红了 握着我的手挤了紧 那不许反悔